大家好,我是电影明小眼 万众期待的风骚律师第六集终于开始更新了 我们自然不能放过它 从今天开始继续讲一讲风骚律师的故事 之前的一到五季每季开头 我们都能看到黑白画面的索尔陶王生活 然而第六集开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位于墨西哥州的一栋豪宅 一大群工作人员在收集物品 看上去像是抄家 又或者是大规模的搬家 这豪宅十分奢华 连马桶都是黄金打造的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众多索尔的用品 结尾导演还给那个酒瓶塞子 来了一个长镜头的特写 你们谁还记得这个瓶塞的由来 知道了朋友们打在公屏上啊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影片开头的几秒 索尔的领带由黑白画面逐渐转变成彩色 这是否也在预示着索尔的逃亡生涯 即将迎来重大转变呢 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新一季的正片部分 话说在第五季的末尾 卧底快要卧成组织接班人的纳桥 跟着拉罗回到了墨西哥 终于在最关键时刻给了他致命被刺 通过透露地址 偷偷开后门的方式 弄死了拉罗的全家 可拉罗本人却凭借强大的个人能力 杀了个回马枪 不但干掉了所有杀手 还利用这个机会假死 偷偷隐藏起来 自以为完成任务的纳桥 头也没回的独路狂奔 在荒野中跑了一百多公里 这才敢拿出电话求救 同时还不忘关心一下拉罗家中 那些无辜的老人和孩子 真不知道纳桥是真的太过善良 还是有点愚蠢 结果炸鸡叔负责联系的人 完全无视了纳桥的问题 只是告诉他拉罗已死 他现在只需要抠掉手机电池 向着他们规定的方向跑路 一个小时后他才会告诉纳桥下一步的位置 与此同时 一拳一拐的拉罗 走进了自家附近的一个农户家中 由于过去给过他们恩惠 这两口子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但拉罗却在吃饱喝足后掏出了刀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刮掉胡子的男主人 跟拉罗有几分神似 所以他就很悲催地成为了替死鬼 利用他的尸体来了个清蝉脱鞘 同时他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他还活着 夫妻俩就此双双毕命 与此同时 收到消息的光头兄弟也来到了拉罗家中 他们无视了别墅里正在收集证据的墨西哥警察 静止走到房间中央 他们认为 眼前这具烧焦的尸体就是拉罗 十分真诚地脱下外套 盖在了他的身上 紧接着又把家族信奉的死神卡牌拿了出来 放到了尸体上方 这才压抑着怒气离开了现场 萨拉曼家家族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如今拉罗被杀 他们必然会展开最为可怕的报复 至于律师索尔 在拉罗离开美国后 终于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 他一边对着镜子整理着自己的衣领 一边思考着如何跟拉罗撇清关系 可惜掏出钱包才发现 目前自己连打车的钱都没有了 没办法 他只好拿出了拉罗给他的佣金 想要在老婆金的面前露露脸 可惜金却无视了袋子里的十万美金 低头拿起了那个被子弹打穿的水杯 他知道索尔为了赚这些钱 经历了腥风血雨 因此默不作声地拿起水杯 心有余悸地丢进了门外的垃圾桶中 杯子上那句 再次成为市场第二号的律师 这个目标是否就此打住了呢 到达法院后 负责审判拉罗的法官突然找到他 说拿出七百万美金保时金的拉罗身份是假的 现在压根找不到人了 他们要找开紧急听证会修改保时令 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索尔 他语无伦次地开始解释 意识到自己无意中说出了拉罗的真名 索尔连忙顾左右而言他 我一个律师每天接待几十个客户 偶尔说错客户名字很合理吧 说完就赶紧开溜 生怕法官揪着这个问题问下去 这时候 炸基书也接到了直属上司博尔萨的电话 他告诉炸基书 昨天晚上拉罗遭到杀手袭击 当场领盒饭 而出卖拉罗的就是纳乔 现在老大塔拉迪奥正悬赏一百万 要纳乔的脑袋 只要抓住他 就可以找到暗算他们的幕后黑手 同时他也让炸基书最近小心一点 目前任何人都值得怀疑 挂断博尔萨的电话 炸基书找到迈克 不用说话 迈克就知道炸基书想要干掉纳乔灭口 但迈克做人一直有着自己的底线 由于之前答应过纳乔 要帮他求情 说起了纳乔的重要性 纳乔刚刚立下大功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 一旦人心散了 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完事又主动揽下接应纳乔的任务 这才让炸基书改变了主意 忙碌了一天 索尔和金终于坐在一起 开始享受晚餐 由于金已经开启了公益律师的生涯 两口子现在非常缺钱 于是他们想到了之前养老院案子里 前老板霍华德还欠他240万美金的律师费 现在是时候找他们算一算总账了 至于纳乔这边 则是被黑白两道追得走投无路 只好钻进恶臭的下水道躲避 好不容易七拐八拐来到了会合地点汽车宾馆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人跟他接头 房间的床上放着一个油纸袋 袋子里放着两打美金和一把手枪 这时候床头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耳边随即响起了迈克沙哑的声音 他告诉纳乔 从现在开始就潜伏在这个宾馆里 期间无论任何人敲门 你只管子弹伺候 剩下的事情他会安排好 第二天一早 索尔夫妇就来到了老板经常出没的高尔夫俱乐部 他们通过望远镜确定了老板正在陪客户打球 立马开始潜入计划 只见索尔大摇大摆地走进俱乐部 说自己想参观一下 而金留在车里放哨 大堂经理见来了客户 非常热情的给索尔介绍起了自己的俱乐部 不料参观刚刚开始就碰上了老鼠凯文 在第五集的故事里 索尔帮着钉子户跟银行打官司 彻底得罪了凯文 只见凯文把大堂经理叫到一旁嘀咕几句 经理的态度立马有了180度的变化 直接告诉索尔 想要加入俱乐部 需要排队两年时间 而且从现在开始 俱乐部谢绝外人参观 就差指名道姓说 这里不欢迎你了 关键时刻 索尔灵机一动 直接拿自己的名字说事 说大堂经理和凯文歧视犹太人 完事就站在大厅里 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 嘴笨的凯文说不过他 差点就要抡起拳头 问候索尔的脸蛋 好在他身边的朋友没有丧失理智 知道殴打一个律师 对自己钱包的巨大影响 强行拉着凯文离开了 接下来 索尔又整了一套更骚的操作 他告诉大堂经理 自己现在已经没了入会的想法 现在他有些内急 厕所借用一下总可以了吧 就这样 索尔匆匆来到厕所 直接拽下一整卷卫生纸 塞进了马桶之中 堵住下水后 按下了冲水 成功把厕所搞得一团糟 引走了服务员 索尔趁机拿下档案 找到了老板的更衣柜 与此同时 放上了惊 发现霍华德两人也打完了球 正往更衣室前进 立马通知索尔撤退 可索尔的活还没有干完 干脆硬顶着风险 将早就准备好的白色粉末 放进了梅英的更衣柜 这时候梅英两人已经走了过来 头脑灵活的索尔 干脆脱掉了衣服 伪装成刚刚洗完澡的会员 梅英路过的时候 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随后 霍华德打开自己的衣柜 准备换衣服 不料白色粉末就掉落出来 虽然他极力解释 可从客户的表情来看 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搞定这一切的索尔回到了车上 紧一脸担忧的表示 万一他们发现包里放的是爽身粉 怎么办 而索尔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表示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与此同时 拉罗已经坐着皮卡 来到了美墨边境 他打算伪装成普通百姓 偷渡到美国 在缴纳了2000美金的偷渡费后 他这才拿出手机 给养老院里指挥 丁丁的赫克托打电话报平安 赫克托听到电话里传来侄子的声音 开心的表情都扭曲了 不停地对着电话叮叮 而拉罗也跟叔叔分享了自己的报复计划 可赫克托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因此案例的频率明显的加快了 心领神会的拉罗知道叔叔有话要说 立马开始背诵字母表 通过摩斯密码一般的复杂交流 拉罗终于弄明白 对方说的是证据两字 在老江湖的提点下 拉罗终于冷静下来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那里一定能找到炸鸡树的证据 于是他找到偷渡贩子 说自己不走了 要拿回偷渡费 却被贩子无情拒绝 拉罗当即笑了出来 随着车外传来几声枪响 拉罗打开了偷渡车的大门 把偷渡客们的钱丢了进去 遗憾地通知大家 刚刚偷渡老板去见了上帝 你们要另想办法去美国了 那么索尔夫妇到底想了个什么办法 对付霍华德 那朝能否平安回国呢 我们下一集故事再继续 喜欢的朋友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那朝的房间里 两个衣着清凉的兵妹 刚刚从醉生梦死中清醒过来 忽然房间大门被人敲响 兵妹捏手捏脚来到门边 正准备从猫眼里窥探一下来人 门锁就被来人打开了 来人正是迈克和炸鸡树的手下 兵妹瞬间瑟瑟发抖地躲到角落 嘴上不停地念叨 自己不知道那朝去哪了 很显然迈克来这里之前 已经有好几拨人上门 迈克伸出手示意兵妹安静一点 这才告诉两人自己是那朝的朋友 那朝现在赶不回来 安排我送你们俩离开 两个兵妹还不太愿意 毕竟那朝这里要什么有什么 就这么走了 他们今晚就要露宿街头 迈克不跟他们废话 拿出一打钞票 给了他们两个选择 要么拿钱走人 要么就全村吃席 两人这才识趣地收拾东西走人 送走了碍眼的兵妹 迈克这才开始搜查那朝的房间 他测量了那朝保险箱的尺寸和品牌 随后便打电话告诉手下 订购一台一模一样保险柜送过来 随后小弟们就开始上手破拆保险柜 没过多久 保险柜就被打开了 里面放置着几十万现金 以及两张那朝和父亲跑路用的假身份证 这时候小弟订购的新保险箱 已经送到了门口 迈克按照炸鸡术的吩咐 将现金和那朝的身份证 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 又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信封 放了进去 至于那朝父亲的身份证 则被他收了起来 很显然 货不及家人 是迈克一直在坚守的底线 虽然墨西哥那边传回来的所有消息 都印证了拉罗已经领了盒饭 但是多疑的炸鸡术 还是觉得事情必有蹊跷 好好的拉罗 怎么就变成一具面目全毁的交尸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炸鸡术给博尔萨打过去一个电话 说自己想要跟萨拉曼家家族讲和 第二天 他和博尔萨一起去 养老院看望了只能钉钉的贺克托 一见面 炸鸡术就说起了场面话 大家都是给一个老大打工 说起来也算是同事战友 没必要把关系弄得这么僵 你的侄子领了盒饭 我们很遗憾 一旁的博尔萨也郑重其事地表示 会帮助赫克托寻找叛徒纳桥 抓到他一定三刀六洞 给拉罗一个交代 赫克托似乎也同意和解 颤颤巍巍地伸出了手 可炸鸡术却注意到 他脸上始终挂着得意洋洋的表情 似乎在说 你小子不要跑呀 等我大侄子来个绝地反杀 炸鸡术此时已经意识到 拉罗一定还活着 立马告辞 转身出了养老院 第一时间通知了手下 拉罗还活着的消息 对此一无所知的博尔萨 还真的跑去寻找起了 纳桥的踪迹 很快他就找到了 纳桥原来的住处 用电锯暴力拆开保险柜后 他们看到了 纳桥用来跑路的假身份 以及那个炸鸡术 安排进去的信封 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开曼银行的汇款单 汇款单底部 还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博尔萨拨通电话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 正是纳桥汽车旅馆的前台 此时 纳桥已经在旅馆里等了两天 可接应却始终没来 更可怕的是 他发现对面的房子里 好像有人一直在盯着自己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先是走到房间外面 转了一圈 让敌人放松警惕 随后就回房间 拆下了背面的空调 一个绕后边 摸进了对方的房子 轻松搅和了对方的手枪 可惜对方只是个小喽喽 自己也不知道上线是谁 纳桥第一时间 就怀疑上了炸鸡叔 于是拨通对接人的电话 试探口风 谁知刚挂掉电话 对面那个小喽喽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纳桥终于明白 是炸鸡叔的人 在监视自己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纳桥想要弄辆车 先跑了再说 没想到车子还没发动 光头兄弟就已经 带着萨拉曼家的杀手 围住了宾馆 很显然 昨晚开保险柜的博尔萨 说出了他的地址 没办法 纳桥只能先下手围墙 一通输出 干掉了一个杀手 紧接着 另一个方向的杀手 就开始利用火力优势 进行压制 子弹仿佛下雨一般覆盖过来 纳桥眼看着 叫被杀手击毙 光头兄弟却忽然开枪 干掉了自己的手下 在他们看来 死掉的纳桥毫无价值 要弄就要把活着的纳桥 带回去审问 有了喘息之机 纳桥果断发动汽车 一边疯狂开枪 一边把油门踩到底 开始绝命冲锋 光头兄弟则淡定地 站在汽车的必经之路上 开枪反击 直至汽车临近的最后一刻 他们才一侧身 让了过去 与此同时 索尔和金的栽赃计划 也没有停止 为了给霍华德 上一个瘾君子的人设 两人决定找一个 跟霍华德有个渊源的第三者 通过他的嘴 把霍华德嗑药这件事 传播出去 思来想去 两人想到了一个人 那便是前律师公司的客户贝奇 由于索尔的关系 他老公克雷格的贪污万子输了 他失去了 库太太的优渥生活 只能亲自 到克雷格的报税小店当前台 因此见到索尔后 立马怒目相识 甚至还喊出了克雷格 让他赶紧赶人 没想到性格温和的克雷格 反而跟索尔聊得火热 暴怒的贝奇 干脆亲自出手 将索尔推散到了外面 索尔知道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一开口 就抛出了重磅炸弹 他说自己找到了 之前案子的漏洞 现在有关键信息 可以帮克雷格翻案 但前提是 克雷格要先跟他 签署律师聘请协议 克雷格见自己的案子 有了一丝曙光 伸手就想签字 却被贝奇拦住 他的戒备心理非常强 始终不愿意咬钩 面对七管炎的克雷格 索尔知道强求无用 干脆装出一副 胸有沉着的样子 转身往外走 结果刚刚走出去几步 贝奇和克雷格就追了出来 鱼儿终于上钩了 在克雷格签完协议后 贝奇迫不及待地询问 索尔到底找到什么关键信息 可索尔人不松口 说自己最不相信的就是贝奇 必须贝奇也签字 看到贝奇落笔完成 索尔这才道出其中关键 他告诉两口子 当年替他们打官司的律师霍华德 其实是个隐君子 也就是说 当年他进行的辩护是无效的 如果能从这一点入手 就可以帮助克雷格翻案 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后 贝奇再次露出了反复无常的嘴脸 他得意地表示 自己最近跟着张三学过不少法律知识 知道就算是签署律师委托协议 他们也有权利更换律师 完事就一脚踢了索尔 得意地回了公司 贝奇自以为吃掉了索尔抛出来的诱饵 又巧妙地吐出了钩子 殊不知 于尔虽然在这头 但真正的钩子却在霍华德那头 就这样 得到重要消息的贝奇 急吼吼地找到了DM律所的老板 说自己找到了律师霍华德吸毒的证据 只要利用这个消息干掉霍华德 那他们就可以趁机翻案 可惜老板却摇摇头拒绝了夫妻俩 且不说他正在跟霍华德合作 就凭虚无缥缈的科药信息 根本不足以启动翻案官司 在他看来 这对夫妻应该是走投无路了 这才病急乱投医失了分寸 可是在夫妻俩离开后 他还是陷入了沉思 看起来怀疑的种子 已经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再次惨遭拒绝的贝奇 终于意识到自己又被索尔耍了 大半夜打电话给索尔 嚷嚷着要去告发索尔造谣 索尔当场表示 自己当时可是让贝奇保密来着 如果贝奇有意见 不如第二天大家见面聊一下 一旁的金担心素质低下的贝奇 见面后又会整什么幺蛾子出来 索尔当即爬上衣柜 抽出了一小大钞票 当场表示 给他一根胡萝卜 他们就会乖乖闭嘴了 可金却觉得 仅靠胡萝卜没有效果 第二天亲自陪着索尔 来到了克雷格的店门口 院子里充气的自由女神迎风飘扬 正是索尔在绝命毒师里 律所外面的那个 两人一进门 贝奇就率先开口 嚷嚷着自己找律师问过了 根本就没有无效辩护这种说法 索尔这是在利用自己抹黑护华德 索尔也不跟他废话 掏出口袋里的钱递了过去 说贝奇如果觉得受到了伤害 他可以出点钱弥补 可贝奇根本没打算要钱 反而一口咬定 聘用索尔为克雷格翻案 如果索尔办不到 他就回去找霍华德 说索尔在背后栽赃陷害他 眼看着贝奇咄咄咄逼人 一直坐在沙发旁 漠不作声的惊行动了起来 他直接拿起桌子上的电话 打给了国税局的朋友 要揭发他的丈夫 这一招釜底抽筋 彻底令贝奇哑了火 他连忙服软 主动凑上钱挂断了电话 拱手之势瞬间逆转 这下该轮到金来提条件了 他要求贝奇把黑下来的退税钱 全部退还给客户 同时也要把霍华德的事情 烂在肚子里 说完就帅气的转身离开 而索尔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等到金回到汽车旁 他这才阴着脸缓缓走了出来 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索尔又心软了 最后还是把钱给了贝奇夫妻 就这样两口子上车踏上了硅程 殊不知有一辆汽车已经盯上了他们 那么这人到底是谁派来的呢 这就是等到第三集才能揭晓答案了 好了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第六集 第二集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美墨边境的大平原上 一辆轮胎干瓶 浑身都是弹孔的皮卡车 正冒着滚滚浓烟艰艰难前行 开车的正是凭借汉勇杀出重围的纳桥 在奔逃了十几分钟后 这辆皮卡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 彻底把握 纳桥不得已 只好就近找了个废弃油罐堵藏起来 油罐里还有一小半废油 刺鼻的气味引得纳桥不断的咳嗽 透过油罐上的孔洞 纳桥看到光头兄弟正向着这边走来 为了保命 他顾不上恶心 静止走进了废油当中 找了个最深的地方 捏着鼻子躺了进去 紧接着一颗光溜溜的脑袋 便从油罐上方探了进来 他仔细查看着油罐内部 眼看纳桥脚坚持不住了 一个手下忽然发现 前方有可疑的踪迹 光头兄弟这才转身离去 听到脚步声渐行渐远 纳桥猛的坐了起来 奋力的扒开了脸上厚厚的黑油 走到了油罐边缘 确认光头兄弟上车离开后 这才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谨慎的他 一直在恶臭的油罐里待到了晚上 这才悄悄溜出来 向着另一个方向步行了一夜 这才找到一家汽修店 借了人家的自来水管 冲洗了身体 汽修店老板看纳桥如此狼狈 贴心的递上一块毛巾 还免费送了纳桥一身干净的机修服 纳桥十分感激 于是从衣服里拿出几张大额美金 递给老板 想要借电话用用 善良的老板没有收钱 只是挥手示意 电话随便用 随后 纳桥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父亲沙哑熟悉的嗓音 纳桥意识到 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一时间有些哽咽 对纳桥经历一无所知的老父亲 还是像往常一样 劝说儿子早日自首 玉妻里带着三分担忧和无奈 此时的他尚未意识到 这一通电话对父子俩的意义 见到店里比较忙 没聊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轻轻放下电话的纳桥 忍不住啜泣起来 紧接着抽泣声又变成了畅快的大笑 父亲这番天真的话语 恰好证明了自己对他的保护起了作用 只要父亲能像过去一样平静的生活 他的所有付出便都是值得的 想到这里 他果断拿起电话打给了迈克 一开口就大骂迈克不假信用 出卖自己的位置 迈克还能说啥 只能摇摇头表示 自己不是画石人 随后便把电话递给了炸鸡叔 对于炸鸡叔的计划 纳桥已经想通了 因此他直接拿自己当筹码 要求炸鸡叔保护好自己的父亲 而他则会替炸鸡叔搞一场完美的谢幕演出 听到纳桥如此上道 炸鸡叔当即答应下来 可惜此时的纳桥根本不相信他 炸鸡叔只好把电话递给迈克 迈克说道 很显然在这一刻 有血有肉讲道义的迈克 在人格魅力上已经超过了冷血的主帅炸鸡叔 自知必死的纳桥将身上所有的美金都留在了桌子上 不久后神通广大的炸鸡叔就用货车夹层将纳桥运送回了美国 迈克亲自带上五金工具将它弄了出来 紧接着又贴心的为纳桥准备了新衣服 和一顿仪式感十足的断头饭 比起在宾馆逃亡时用手抓东西吃的慌张 此时的纳桥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在明知第二天 炸鸡叔就会把他送给赫克托的情况下 依旧淡定的享受着桌子上的美食 这时候 维克多大傻风景的走了过来 传达起了炸鸡叔的最新命令 他觉得纳桥此时太过干净 必须让他的外表看起来像个俘虏 麦克十分厌恶地赶走了他 表示自己会亲自动手 随后便拿出了自己的私藏好酒 说什么也要跟纳桥好好喝一杯 再进行不愉快的项目 等到炸鸡叔再次见到纳桥 他已经被麦克亲手揍得鼻青脸皱 接下来这是对口供的环节了 按照炸鸡叔的指示 他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自己一年前就被秘鲁竞争对手洛斯收买 收完关键信息 他只需要假装逃命 然后被维克多枪杀就可以了 见到纳桥点头答应 炸鸡叔放心地推门走了出去 不放心的麦克紧跟着追了出去 他想要申请明天去现场盯着 以免计划出现什么意外 炸鸡叔用一辆全封闭的面包车 将纳桥运送到了约定地点 麦克在几公里外提前下车 他最后冲着纳桥点了点头 给了老朋友最后保证 随后他便找了个制高点 架起了狙击枪 通过狙击枪的瞄准镜 他看到了早早就等在那里的 赫克多光头兄弟 以及何氏老博尔萨 炸鸡叔下车后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是用眼神指挥手下开始卸货 没多久 鼻青脸肿 被捆住双手 封住嘴巴的纳桥 就被两人按着跪在了赫克多面前 博尔萨走上前 撕下纳桥嘴上的胶带 开始例行审问 你是为谁效命 没想到 纳桥关键时刻 却没按剧本演戏 他一言不发的看向了炸鸡叔 炸鸡叔吓得也顿时菊花一惊 随后 纳桥向赫克多说自己 早就被秘鲁的洛斯收买 可惜话还没说完 赫克多就疯狂震怜 表示反对 他恶狠狠的指向炸鸡叔 质疑炸鸡叔才是幕后黑手 关键时刻 纳桥忽然开始骂人 他说自己憎恨萨拉曼家家族的 所有人 于是收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目的就是要干掉在座的各位 紧接着就把自己偷偷换药片 导致赫克多瘫痪的事情说了出来 又大骂炸鸡叔多管闲事 要不是炸鸡叔安排医生抢救 赫克多早就应该领盒饭了 很显然 纳桥的领潮发挥 要比赫鸡叔昨晚的指导高明很多 他的一番言论 牢牢把握着节奏 成功说服了博尔萨 而赫克多质疑 炸鸡叔的言论 也成功被他打断 就在赫克多被气得有些上不来气之时 纳桥竟用一块早就藏在手心的碎玻璃 偷偷切断了绳子 一招黑虎掏肾 刺穿了博尔萨的腰子 紧跟着迅速夺枪指向了博尔萨的脑袋 这颗炸鸡叔眼里 这颗已经被舍弃的妻子 成功戏耍了所有人 占据了主动权 远在一公里外的迈克看着这一幕 也开始期盼 纳桥可以开枪 为自己博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可惜纳桥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死后还被赫克多连捕树枪 发泄仇恨 扎吉叔见状 连忙带着手下火速离开 生怕又出什么岔子 与此同时 索尔和金的诬陷计划仍在继续 按照计划 他们必须在18号前 弄到一辆跟霍华德坐驾一模一样的车 投放白色粉末 但这两人目前一穷二白 计划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关键时刻 索尔想到了神头修尔 如果他们趁霍华德不备 偷走他的坐驾 直接来一招偷天换日 被索尔巧妙注意震撼到的金 热情地激吻了自己的老公 两人这才来到法院上班 进入法院时 恰好碰上了苏珊娜 竟立马把他的新发现递了过去 这是一份案件当事人六年前 在其他州的被捕报告 这件事大大出乎了苏珊娜的意料 如果是价值几百万那种大官司 辩方律师穷尽一切手段搜集资料 大家都能理解 可金现在打的可是没啥有褶的公案 却如此认真 搞得苏珊娜有些措手不及 为了扳回一局 苏珊娜将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拿出拉罗的资料 说现在已经证实 拉罗就是一个大毒枭 现在很多人都怀疑 索尔知道拉罗的身份 仅自然矢口否认 好在苏珊娜骨子里就瞧不起索尔 因此她觉得索尔顶多算个流氓律师 绝对没胆子当一个贩毒集团的律师 紧接着 苏珊娜就开始把话题 引向自己的真实目的 那便是让索尔说出 拉罗所在犯罪组织的所有信息 而她之所以选择和金沟通 就是觉得金要比索尔名事里的多 看到对面的金有抵触情绪 苏珊娜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说他们司法部门 如果让这群恶人逍遥法外 大家都没有脸面 更何况拉罗还杀了一个22岁的孩子 可惜金早就有所准备 她冷冷地纠正了苏珊娜的说法 说自己的老公现在叫索尔古德曼 就这样 富有正义感的金 直接把所有的罪孽都放到了 索尔古德曼这个新身份上 算是暂时在心理上得到了平衡 另一边 索尔组织的泊车骗局正式开始实施 在泊车小弟停好车后 修尔轻松顺到了霍华德的车钥匙 随后他就把钥匙交给了一旁汽车里的王牌锁匠 等到博车小弟发现钥匙不见了 重新跑回地下车库 只用了半首歌的时间 修尔这边就已经弄好了新钥匙 并且把旧钥匙丢到了霍华德的汽车旁边 不久后 索尔就拿到了这把造型奇特的新钥匙 索尔痛快地付钱 可修尔却带着疑惑问了一句 你是个律师 你的老婆也是个律师 你们都赚的挺多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很显然 修尔虽然干着爬手这份非常有前途的工作 但他的内心还是有负罪感的 如果不是迫于生计 他不会走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 此时的吉米其实已经沦为配角 他只能搬出精的那套理论 说他们这么做 都是在上帝的引导下 替天行道 到时候会有更多人因此受益 等到索尔忙完回到家中 竟自然而然地 把今天苏珊娜的告诉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 同时也帮索尔分析 说他们根本没有证据 此事属于钓鱼执法 愿不愿意咬钩 还要看自己的选择 索尔有些答不定主意 便询问起金的意见 金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只是反问了一句 这取决于你是想当贩毒集团的朋友 还是当个叛徒了 本集剧情至此结束 很遗憾 在第三集的剧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巧就领了盒饭 作为关键人物之一 他的趣事推动剧情走向了新的高度 就炸鸡叔上车前的表情来看 他或许已经意识到 直接把其他人当成工具人 或许是错误的 一直以来 虽然炸鸡叔都是个十足的大反派 但是还并没有让人感觉到讨厌的地步 但那巧的死让我们看到 炸鸡叔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随便牺牲任何手下 冷血无情是对他最合适的形容 不过他后来遇到了比他手段更高明的老白 也许冥冥之中 老白就是炸鸡叔的克星 苦心经营多年的毒品帝国 也被老白毁于一旦 而一直想要保护那巧的麦克 也终于明白 那巧和自己的儿子 其实有着相同的命运 他无论做什么 其实都没办法改变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那巧从踏入这一行开始 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注意看 这对骑着自行车锻炼身体的中年夫妇 他们身穿合体的健身服 头戴专业的骑行头盔 见到邻居的房子改了个风骚红 还会停下来吐槽几句 怎么看都像是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普通居民 然而 等到两人放好自行车 拐进自己家后 温馨的家庭氛围立马为之一变 这里到处都是鹤枪实弹的保镖 以及可以看清楚炸鸡叔别墅周围500米所有街区的监控系统 很显然 他们就是负责炸鸡叔安全的专业安保团队 炸鸡叔1989年就来到了美国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仍然四平八稳安然无恙 靠的就是谨慎而自 他看似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 拿了今天的报纸和信件开门回家 实则一直都是外松内井 身着贴身吸汗的防弹内衣 枪械更是一直放在最为隐蔽的脚踝处 在换好新衣服后 炸鸡叔打开了楼下的暗岛机关 淡定的穿越了几十米隧道后 便来到了隔壁保镖们居住的别墅 他来到监控室 跟迈克聊起了最近两天 一辆常常跟踪自己的汽车 没想到老兵迈克的侦查能力报表 早早就注意到这辆车 并且彻底的调查过那人的身份 他告诉炸鸡叔 那人只是个普通水管工 之前跟着他只是碰巧顺路 有了办事能力如此强的手下 炸鸡叔本可以高枕无忧 奈何性格谨慎多一 总能从鸡蛋里挑出几块骨头来 这不 最近迈克安排进炸鸡叔的新厨子罗伊 他就是十分的不满意 说他的厨艺根本不合格 迈克赶紧解释 说罗伊大学时 在肯德基上过两年的班 还拿过优秀员工奖 但炸鸡叔却表示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这个罗伊目前不符合我炸鸡兄弟店的聘用标准 就炸鸡叔看来 进入炸鸡店上班的保镖们 必须个个拿得起大具下掉了厨房 迈克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表示明天就会调走这个人 同时也没忘了跟老板抱怨 最近两周 安保团队一直都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 每天都要工作18小时以上 却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拉罗真的死了 但是炸鸡叔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 无论拉罗潜伏多久 他都不会掉以轻心 为了搬回敌暗我明的局势 他必须摆出一副千日防贼的架势 作为成功人士的霍华德 至今仍然保持着定期找心理医生聊一聊的好习惯 也只有在这里 霍华德最为放松 他可以骄傲的跟心理医生分享最近的成就 同时也吐槽一下 从未跟外人提过的婚姻情况 殊不知 Cosplay达人索尔已经换了一套跟他一模一样的西装 左手提着路障 右手拿着配来的车钥匙 迈着无比嚣张的步伐来到霍华德车前 轻松开走了霍华德的汽车 临走的时候 他还不忘放下路障 之所以如此轻车熟路 还不是因为索尔其实是个惯犯 早在第一季的时候 就施展过一次狸猫换太子 那次他Cosplay了一下霍华德的形象 搞了一块公司的广告牌 另一边金找了个风景不错的地方 约了克里福德喝咖啡 他提前几分钟抵达了咖啡厅 完事偷偷掀开桌布 放置了随身携带的袖针手机 与此同时 索尔开车来到了知名失足妇女温蒂上班的地方 狂按了几下喇叭 温蒂这才慢吞吞的出现 好不容易走到车旁 结果却又跑到自助贩卖机那里买汽水 索尔害怕错过时间 赶紧走过去声拉硬拽 总算将温蒂塞进了副驾驶 这才匆匆上车 一脚油门奔向了金所在的咖啡馆 很快 克里福德如约而至 金为了拖延时间 干脆跟他聊起了公益案件的事情 他说自己看好DM律所的专业律师团队 再加上克里福德在政府那边的资源 将来一定能将公益诉讼的事业推进一大步 恰好克里福德的儿子也深陷独影之中 听完了金的建议 他深有同感 聊天的气氛意识变得非常融洽 金看时机差不多了 偷偷用手机给索尔发了信号 索尔一讲油门 就把车开到了咖啡馆附近 完事按照计划 将温蒂丢了下来 温蒂演技爆炸的 骂了一对F开头的成语 说霍华德嫖妓不给钱 看那一旁的克里福德 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就在索尔自以为得记 摇吞晃脑回去还车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辆宝马车竟然扔掉了路障 强行霸占了这个车位 索尔没办法 只能一边问候宝马司机的女性亲属 一边将车停在旁边的黄线区 紧接着再把画着停车位的标牌挪了过来 强行帮霍华德完成逻辑自洽 好在霍华德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出了心理诊所便匆匆上车走人 如此可见 扎吉叔那种谨慎的性格 在复杂的社会上是有多吃香了 另一边 金用自己的车送演员温蒂回了旅馆 经验丰富的温蒂一眼就看出来 一旁的汽车上有个警察盯着自己 金立马警觉起来 给温蒂留下一张名片后 开车走人 没想到便衣警察竟然也跟了上来 好在有温蒂的提醒 他一路多转了几个圈 成功将警察甩掉 等到夜幕降临两人都回了家 这才躺在床上 分享着今天的刺激行程 而金一也告诉索尔 自己白天的时候有点眼过头了 竟然真的说动了克里福德 一起联合大律所搞公益诉讼 索尔自然高度赞扬了金的表现 接下来金一又说了一下 今天下午被警察跟踪的事情 索尔听完脱口而出一个金句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会逃跑 敏感的金立马反问索尔 我们这样算不算坏人 索尔赶紧拉住金的手温身安慰 说他们这么做 神不知鬼不觉 大可不必担心会被警察盯上 第二天 索尔照常来法院上班 刚刚走进大厅 就发觉气氛不对 原本熟络的保安 竟然板着脸 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安检 甚至那个经常跟他开玩笑的黑妹 都对他冷脸相待 看到索尔想要跟自己聊天 更是直接挂上了停业的牌子 要知道索尔为人热情 平时也愿意帮助大家伙 在单位里人员一直不错 如今大伙对自己的态度 等然转变 必然是有什么内在原因 为了搞清楚一切 他找到了比尔 这才知道大家态度的转变 都是因为知道了 索尔帮贩毒集团打官司 当然背上黑绿石的名声 也有他的好处 由于索尔名声在外 很多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员 都慕名而来 找他帮忙打官司 索尔吃顿饭的功夫 就接了七八个电话 下午便来到自己谈业务的老据点 没假电 约见起了这帮奇形怪状的客户 第一个上来搭枪的 正是第二季中出场过的老熟人 石浦吉 在确定索尔就是帮助大毒枭 兼杀人犯拉罗脱罪的律师后 大家立马心悦臣服地排起长队 开始接受起索尔律师的专业法律指导 另一边 金正在咖啡馆里会见客户 结果又一次看到了 那辆跟踪自己的汽车 作为律师的金 也有独特的处理办法 只见他静止走向盯烧者 直白地询问起了 对方是不是警察 到底为何要盯着自己 盯烧者那是一脸的尴尬 赶紧发动汽车 选择了跑路 不久后迈克亲自跑来咖啡馆见金 十分坦然地表示 之前盯烧你的人就是我派来的 而警察目前并没有觉察到 你们正在搞事情 而他盯烧金和索尔的目的也很明确 那就是找到拉罗本罗 至于金到底要搞什么计划 他们根本不关心 聪明的金通过迈克透露的只言片语 推断出拉罗其实还没死 而迈克幕后的老板 应该就是沙漠里拯救索尔的人 迈克没有打枪 只是叮嘱金 以后要对跟踪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就会相安无事 说完他就转身向外走去 金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想起眼前的迈克 不就是曾经法院停车场的收费员吗 晚上的时候 索尔把金约出来参观自己的新办公室 震陷入大展宏图情绪中的他 完全没看出金的心事重重 他告诉金 自己今天见了十几个客户 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顾客迎门的感觉 但坏消息是 美甲店他也带不下去了 毕竟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整天在美甲店里晃来晃去 弄得店里一个顾客都没有了 对于索尔即将发财这件事 金很显然不感兴趣 有一搭没搭的硬核的几句 同时他也没有说出 今天白天见过迈克的事情 此时金的心态逐渐改变 就像过去的索尔那样 以为你好的名义将某一部分真相隐瞒起来了 聊完了正事 两人准备去吃一顿牛肉味的墨西哥卷饼 半路上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 比起迈克派来的盯烧人员 此刻对他应该更加担心 拉罗这个大杀星的出现 很显然第四集的情节属于过渡段 并没有强力剧情的出现 但在金和索尔这两人的形象塑造上 却进了一大步 随着两人思想观念的转变 金逐渐在团队中占据了大脑的作用 而炸鸡叔地道战一般的住宅 更是用事实告诉了我们 狡兔三酷的重要性 这个人向烧锅中倒入了适量纯净水 随后又谨慎地加入了一些白色粉末 用力搅拌起来 就在大家都认为 这是某个制毒工厂的实验室时 烧锅中的液体 却倒在了透明的模具当中 变成了半透明的胶状物体 等到火候差不多了 工作人员这才谨慎地将游标卡纸放入器中 在烤箱内静置几分钟后 再放置在磨砂机上认真打磨 最终一件拥有特别意义的精美的纪念品 就这样问世了 大家好 我是电影名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聊聊 风骚律师第六季的第五集的故事 从麦克那里听到拉罗还活着的消息后 金并没有告诉索尔真相 反而选择了一个人默默承受一切 结果当天晚上就因为心事过重失眠了 凌晨三点十七分 金实在睡不着干脆起身 跑到大门口检查起了门锁和猫眼 又拉开窗帘 观察了一下街道上有没有可疑人员 就算这样 他还是不太放心 随后又搬来椅子抵住了大门 很显然金的内心并没有他认为的那么强大 一想到杀人不眨眼的拉罗 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盯着自己 金就感觉不寒而栗 只能点起一根滑子排浅忧虑 不料对香烟味道十分敏感的索尔 第一时间醒了过来 金赶紧拿起桌子上的文件 打开台灯 假装自己正在加班工作 可索尔一抬头就看到了门口的椅子 由于前几天金跟他提过 自己被人跟踪的事情 索尔还以为金是为此感到担忧 赶紧坐过来跟妻子道歉 说自己不应该招惹拉罗这样的变态客户 好在拉罗已经领了盒饭 咱们接下来的日子一定会顺风顺水 聪明的金立马顺水推舟 和索尔一起收起了椅子 喝咖啡谈心 摆出一副已经受到安慰的样子 就此两人的原本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 从索尔隐瞒金受骗 变成了惊来隐瞒真相 至于炸鸡桌这边 更是每天剑拔弩张 他为了防止拉罗的偷袭 他已经几天没睡个胡乱觉了 坐进自己的办公室里 就会下意识地检查裤腿里藏着的枪械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 他主动走出了办公室来到后厨 检查员供工作 顺便帮忙接待一下顾客 结果却频频出错 记着单子就走神了 没办法只好提前下班回家休息 等到夜色降临 麦克以特别的姿势 坐着保镖的车子 进入了炸鸡树的邻居家 也就是炸鸡树的安保中心 他第一时间来到监控区 跟负责监控的保镖聊了一会儿工作 而这个金发保镖 正是上一集跟踪金被发现的小伙 看来由于跟踪业务水平太差 麦克直接给他调换了岗位 让他干起来内情 汇总的所有安保信息后 麦克这才来到炸鸡树的这里汇报情况 炸鸡树此时也没有休息 正拿着牙刷一点一点地清理着浴缸 看着炸鸡树眼球中遍布的血丝 麦克还是忍不住劝说了两句 在他看来 如今这种局面 双方比拼的就是耐心和内功 不管拉罗在哪里 有着什么计划 最终他都会来这里 而炸鸡树作为主帅可不能先倒下 不料思路清奇的炸鸡树 却从麦克的话里听到了心灵感 他忽然想通了其中观俏 拉罗出来这么久没动静 必然是放弃硬攻自己的老巢 转而把目标放在了其他地方 事到如今 那桥已经挂了 就只剩下那个施工道一半的地下实验室存在漏洞 想到这里 炸鸡树干脆和麦克一起 来到了未完工的地下实验室 他巡视了一圈工地现场 随意地捡起了地上的垃圾 又查看了一下地上电线 紧接着用自己的步伐当两尺 一路走到一台挖掘机前 解下自己手枪藏在了履带之中 做完这一切 这才拍拍手转身离开了工地 很显然 炸鸡树此时已经有了主意 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自己手上 他干脆主动暴露地下实验室这个弱点 引导对方来攻 这样自己就可以重新获得主场优势 守株待兔等着拉罗 殊不知 拉罗本人根本就不在美国 经过一番调查后 他发现 炸鸡树工地上有个德国工程师 维纳奇格勒意外身亡 于是他连夜赶到了德国 找到了工程师妻子玛格丽特 经常出没的酒吧 只见拉罗穿着鼻挺的西装 坐到了玛格丽特旁边 接着要马提尼的空档 跟酒保聊起了新墨西哥州的赫梅斯小镇 玛格丽特果然上当 主动开口跟拉罗聊了起来 拉罗顺势从玛格丽特口中 问出了工程师不少故事 比如工程师领盒饭后 律师还上门清理他的个人物品 这就是意味着文件方面的线索 全部中断了 拉罗顺势跟玛格丽特一起 吐槽了一下美国的律师 没有一个好东西 紧接着 拉罗又询问起工程师的徒弟们 玛格丽特神色黯淡地表示 这些徒弟们平时对自己和老公很好 但最后却没有一个人参加丈夫的葬礼 殊不知 工程师的徒弟们 此刻都在炸鸡叔的手下干活 他们不是不想回来 实在是想回来却做不到呀 或许是拉罗的谈吐气质太过吸引人 玛格丽特竟然第一次见面 就让他送自己回家 而知道工程师家的确切地址后 拉罗第二天便去而复返 轻松潜入了工程师家中 由于玛格丽特养的狗子太过拉胯 拉罗轻松登堂入室 翻找起了可能有价值的线索 很快他就找到了视频一开头的 那件油漂卡尺艺术品 这正是工程师的徒弟 为了弥补不能参加葬礼的遗憾 给玛格丽特游寄过来的 而拉罗也借此 查到了徒弟们的线索 未来必然要以此为突破口 杀回美国 跟炸鸡叔分个高下了 机要堵旗下的养老院里 艾琳正在给老人们 讲解集体诉讼的最新进展 由于这场官司千言日久 老头老太们已经不耐烦了 按照他们的年纪 再这样拖下去 很可能等不到判决结果出来了 好在克里福德和霍华德 两家律所的老板都在现场 看到艾琳有点顶不住了 霍华德意识到 自己上场的时候到了 因此一直兴奋的抖着二郎腿 可是在克里福德眼里 这样的举动 就被解读成了 隐君子的轻挑浮夸 果然没过多久 霍华德接过艾琳的话茬 走上前 给老头老太画起了大饼 他告诉老人们 官司如果继续打下去 赔伤金有很大概率上涨三成 而索取应得的赔偿 也不是老人们贪婪 而是他们应得的收入 对人心完美把握的霍华德 就这样轻松搞定了 老人们的集体逼宫 在送走老人后 克里福德终于憋不住 把之前街头看到霍华德 抛弃战监女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还说自己会尽力帮助霍华德 戒毒 让他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聪明的霍华德 立马意识到 这还是索尔在针对自己 怒气冲冲的上车离开了 与此同时 实在忙不过来的索尔 把老员工弗兰西斯卡 弹了回来 当弗兰西斯卡满心期待地赶过来 才发现索尔说的豪华办公室 只是一间空荡荡的破败商铺 就连上个厕所 都是全程直播的状态 他立马感觉上了当 转身就要离开 索尔赶紧挡在前面 说这只是开始 很快施工队就会进场 到时候可以按照他的心意装修 随后又承诺给他双倍工资 总算是留住了 这个业务能力不错的帮手 另一边 金正式约见了曾经的助理威奥拉 一开口就满嘴的歉意 说自己不该突然辞职 把威奥拉一个人留在SC律所 收拾烂摊子 威奥拉紧接着 也聊了一下公司的近况 比如梅萨维德银行 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 而他也得到了李奇的重用 现在正在处理基要度的案子 殊不知 金今天约他出来 正是为了这个案子 通过聊天时的旁敲侧击 金顺利打听到 目前负责基要度案件的 是退休老法官卡西米罗 可惜天真的威奥拉 完全没有证明白金的想法 还在为金放弃合伙人身份 为了正义毅然辞职的行为 感到敬佩 十分兴奋地表示 正是因为金的表现 自己又开始相信法律了 到了晚上 索尔仍然没有下班 他如约来到一家拳击馆 面见客户 本来以为这只是个 街头斗屋的小案子 不料走进门才发现 这里是霍华德设好的局 霍华德实在懒得 跟索尔互相算计 今天约老对手来 就是要彻底了结恩怨 而解决的方式 就是两人上擂台单挑 就这样 两个熟读联邦法律的大律师 最终却选择了斗屋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而结果也非常明显 平时经常健身锻炼的霍华德 更胜一筹 没过多久 就给索尔打得满地找牙 霍华德这才与胜利者的姿势 走上前 警告索尔 不要把他的善良当成懦弱 从今以后 闹剧就该结束了 不久后 鼻青脸肿的索尔 便回到了家中 倾引自然而然的上前 关心丈夫的遭遇 同时也介绍了一下 自己这边的进展 随后两口子上床休息 索尔自言自语的表示 自己也想不明白 为何要跟霍华德打这一架 身为旁观者的金 却清晰的知道 索尔这是心软了 对付霍华德的第二阶段 马上就要开始 索尔主动挨着一顿揍 或许只是为了 让自己的心理好受一些 很显然在这一季中 拉罗出场的铺垫已经做足 估计下一季 拉罗就会返回美国 跟炸鸡叔正面冲突起来 至于索尔和金 还有什么招数 我想大伙和霍华德 都非常想知道吧 不过霍华德此时 已经有了防备 他安排了私家侦探 盯着索尔 想必也没那么容易上当了 好了 这一集的内容已经说完了 我们下周再见 夫妻时间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是人到中年才发现 对方根本不适合自己 但因为种种原因 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 还要继续下去 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霍华德 眼下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大清早起床 就为老婆谢丽尔 精心调制了一杯咖啡 再配上象征着爱与和平的拉花 目的只是希望妻子给点面子 答应和他一起出席活动 可惜谢丽尔根本不解风情 直接拿起咖啡 倒进了自己的保温杯 许多咖啡都溅到了桌上 他也毫不在意 这样的生活习惯 让追求精致优雅的霍华德 十分难受 毕竟他就连泡咖啡的时候 都会重新把咖啡机擦拭得一尘不染 眼看着妻子理都不理自己 霍华德又跟他聊起索尔陷害自己的事情 可谢丽尔依然不感兴趣 说了一句今晚不回家吃饭后 就转身出门了 而霍华德则赶紧拿出蹲布 擦干净了桌子 这才放松下来出门上班 他来到办公室后 第一时间见了私家侦探 侦探把一周以来跟踪索尔的情况 做了个大概的汇报 唯一有异常的地方 就是周三的时候 偷偷摸摸去了银行 取出来两万美金 侦探觉得索尔上班时间 跑银行取这么大额的现金 大概率有问题 直到这一刻 一直被暗算的霍华德 才有了一丝安全感 另一边 金和索尔的夫妻生活就甜蜜得多 两人携手来到兽医这里 只为了弄一种无色无味 且不留痕迹的兴奋剂 用来完成暗算霍华德的最后一步 为了测试药物效果 索尔干脆以身试药 兽医一边试药 一边叙叙叨叨告诉两人 这个药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 因此吃的人喝咖啡越多 药效越差 恰好符合霍华德 只是喜欢做咖啡 他本人却一直喝茶 非常适合毒素的发挥 紧接着 兽医又告诉两人一个重要决定 他做够了灰色中介 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要退隐江湖 专心给动物治病 也只有干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的内心才能真正安宁 随后还把记载灰色收入的关键信息 小黑本递给了索尔夫妻俩 其中就包括吸尘器店的老板 就此 索尔也算是继承了兽医的衣钵 成为了新的地下中介商 在兽医离开后 索尔十分不解 感叹兽医放弃了一座金矿 而金看着兽医墙上的动物合影 似乎已经看懂了兽医 他认为兽医跟自己一样 虽然用灰色手段赚了一些钱 但内心还是有坚定信念的 一旦完成了目标 立马就会激流涌退 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 说着说着 金发现索尔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很显然受医调治的药物 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看起来霍华德又要吃大亏了 虽然计划马上就要大功告成 但金仍然没有停下 为社会弱势群体做公益辩护的行动 这次的被告是一个卡车司机 警察将他拦下后 便以车刑的挂件为规 唯有控告了卡车司机 只见金单手举着这个小挂件 言辞犀利地告诉所有人 仅仅是今天的法院停车场 就有三分之一的汽车后视镜 挂着这个东西 由此可见 虽然法律有这条规定 但是警察系统并不经常执行 紧接着金又把警察和司机 原本就认识的证据说了出来 很快就让法官和配顺团相信 警察抓捕卡车司机 并不是在执行州法 而是在公报私仇违规操作 就在金漂亮的打赢这场官司时 克里福德也悄悄地走进了法庭 他这次来就是要考察一下金的为人 金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他十分满意 因此在庭审结束后 克里福德又跟金聊了一会儿 甚至还问起金对霍华德的看法 金自然不会暴露自己的意图 他十分诚恳地表示 自己亏欠霍华德和律所很多 说霍华德是自己在事业上的领路人 最后克里福德终于把 杰克森默色基军会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个基军会将会在新墨西哥州资助司法改革 也就是说金的最终目标和职业理想 很快就能实现了 难掩兴奋的金下班后 直奔索尔的新律所 想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虽然索尔的业务非常忙 看到金回来了 他还是第一时间上前打招呼 拉着金帮自己参谋一下 cosplay法官时的造型细节 直到索尔有了空闲 金才把自己业务的进展告诉了索尔 现在他唯一顾忌的就是午餐会 和即将执行的计划 会在时间上产生冲突 索尔立马表示 就算金不出场 他也可以将事情全部搞定 看着金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 索尔竟比自己赚了几百万还要兴奋 吹捧一番还嫌不够 直接上嘴抱着金吻了起来 很显然这对夫妻在人生理想上 也有着很大的分歧 但他们能做到互相理解 并真心的为彼此取得的成绩高兴 这才是霍瓦德羡慕不来的婚姻真谛 另一边 弗兰西斯卡虽然拿着装修权 和双倍工资上岗了 但现在的工作仍然会让他浑身难受 他费尽心思将绿索装修得高雅无比 奈何索尔的这群顾客实在素质低下 拿崭新的皮绒纱当烟灰缸 而且索尔还经常让他伪装成其他人 打电话帮自己套取信息 弗兰西斯卡一开始是不愿意的 直到索尔再次提起 他那远高于同行的工资后 这才勉为其难 用几句话的功夫 拿到了调解会的时间和会议密码 不料两人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恰好碰上一个客户 正在索尔办公室里对着装饰水帘撒尿 弗兰西斯卡那是一脸的恶心 里都没理手忙脚乱的索尔 转身回到了大厅 眼瞅着明天就要执行计划的最后一步 紧拉着索尔来到黑板前 开始复盘整个计划寻找漏洞 计划的前五步让克里福德怀疑霍华德是个瘾君子 现在看来执行的非常顺利 而cosplay卡西米罗法官拍摄照片 给霍华德准备无色无味的兴奋剂 以及得到调解会开始时间 等等三步也算是初步完成了 如此看来明天只要按照计划推进 就可以让霍华德背上巨大丑闻 成功终结基要度的案子 再三确认计划没有漏洞后 索尔兴奋的带上金 来到HHM绿所外的草坪小酌一杯 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相知的 今天他们又回到这里 自然是为美好的明天继续干杯 第二天一早 索尔和金打扮一番 充满自信的踏上各自的战场 和一年前一样 索尔准备先买一瓶蓝宝石酒 为今晚的庆祝做准备 不料付款的时候 碰上了真正的卡西米罗法官 索尔顿时不淡定了 他慌忙回去撤离 懊恼的狂拍了几下方向盘 只因为前几天他请来的特型演员 在上妆的时候 没有在左手上弄上石膏 但法官本人最近几天恰好伤到了左手 而他们提前准备的伪证都没有石膏 如今看来已经全部作废了 索尔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 如此看来最终摊牌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了 只要他们不暴露 事情就有从长记忆的余地 同时索尔也叮嘱金 不要因为这件事 打断他去盛达菲的午餐会 而金听到这个消息眉头一皱 思绪不由的回忆起 中学时的一次偷窃经历 他被超市老板按在了保安室 妈妈收到消息泡来搭救 妈妈一开口就跟超市老板聊起女儿是学校的尖子生 以前从来没偷过东西 成功博取了超市老板的好感 随后妈妈又开始扮演起岩木形象 说赔偿的钱要从金的零花钱里扣 一边说还一边从包里拿钱 可翻了半天却只翻找出十几美元 紧接着妈妈又说要报警 心软的老板连忙站出来说不至于 随后还大气地免了金的偷窃赔偿 妈妈则示意金要跟老板道谢 老板被金的妈妈忽悠的一愣一愣 临走前还语重心长的叮嘱金 你有个人穷至不短的好母亲 以后可不能再让她失望了 可等到妈妈带着金离开了超市 她的本来面目立马展现出来 她根本就没想教育金不要再偷到 反而对金敢于突破规则表示了赞赏 事后更是亲自偷到了一副耳环送给了金 从此这对耳环就成了金的精神图腾 她一直随身携带 母亲的这种离经叛道的教育方法 让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 社会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虽然她一直追求正义 但她更知道正义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 于是她没有听从索尔的劝说 坚定地调转了方向 与此同时 拉罗调查到了工程师徒弟的信息 当天就驱车赶往了德国的乡镇 工程师为纳的徒弟卡斯珀正在家门口劈柴 看到来人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人的拉罗后 卡斯珀赶紧躲进了仓库 拉罗立马拔枪冲了进去 可惜仓库里一片灰暗 卡斯珀躲在阴影中 一个巨斧冲击就放到了拉罗 这才开口询问对方的来意 经验丰富的拉罗顺势装作伤重不起 趁着对方放松 警惕忽然动手 用刀片偷袭了她 随后又抢过斧头 砍断了卡斯珀的左脚 这才捂着肚子站了起来 看起来卡斯珀注定要成为俘虏了 另一边 地下实验室上方的洗衣工厂正式开工了 迈克作为负责人一直在紧盯业务 这时候泰勒斯忽然冷着脸上门 指责迈克把本应该监控纳桥父亲家的人手 弄去布控自家儿媳妇 可迈克根本不给她面子 直接了当地表示 如果老板有意见 她会自己找我谈 如果你小子有意见 咱俩现在就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等洗衣场这边的忙完 迈克更是亲自跑回家 暗中保护起儿媳妇和孙女 看到孙女伴着望远镜出来 她还亲自打电话指导了小孙女 如何关心 在老迈克的人生中 儿媳妇和孙女已经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由于特殊的身份 她没办法常办左右 只能暗中守护着他们 希望他们平安喜乐吧 好了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最新一集的全部内容 这一集的主线明显回到了金和索尔这边 拉罗和札吉书的对抗剧情 推进得十分缓慢 看起来真正的高潮部分 要到第七集才能揭晓了 正所谓世事无常大杂那杂小杂 索尔和金原本天衣无缝的计划 竟然因为一个小意外 出现了巨大纰漏 没办法 两人只能急匆匆地跑去超市 寻找法官的特型演员 莱妮补拍视频 而梦想着成为艺术家的莱妮 此时正在超市里打杂 他一边整理着购物车 一边还不忘练习着今晚跑龙套的台词 果然天道酬情 还没下班 制片人索尔就开车赶来 并且开出了一个半小时 三百美金的高额片酬 见莱妮还在犹豫 该不该为了拍电影早退 索尔干脆给他加到了四百块 同时还会承诺 会让莱妮尽情发挥演技 全心全意地塑造一个人物 为了艺术 莱妮这才提前下班 钻进了索尔的副驾驶 接下来 索尔又跑去附近的大学 寻找摄影师乔伊 此时他正一脸不耐地给教授带课 由于费用没有给到位 乔伊的教学自然是糊弄为主 眼看着老主顾索尔来找自己 他更是直接安排学生们上自习 自己则溜出教室 跟索尔讨价还价起来 精通查研官司的他 很快就发现了索尔的交集 当场开出了五倍的价钱 形势所逼 索尔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至于化妆师更是敬业到 一身cosplay造型都没卸 就赶过来帮莱妮化妆 等到妆容搞得差不多了 录音小哥也扛着设备出现在现场 再加上金带来的道具石膏 仅仅二十分钟的时间 一个迷你剧组就完成了筹备 开机演出 拍摄完成后 乔伊则马不停蹄地开始清洗照片 索尔和金为了赶攻期 直接钻进了乔伊的暗室 眼巴巴地等着照片显影 立马就挑选了几张 涂上了特制的兴奋剂 随后索尔手套都顾不上拽 一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了马路 终于及时地将信封丢给了 霍华德的私家侦探格尼 原来格尼一直都是索尔派出去的卧底 一直在给霍华德释放烟雾弹 而如今图穷比键的关键一步 也要靠他来完成了 与此同时 霍华德正在办公室里 为调解会做准备工作 新人凯瑞不知道老板在 推门进来吓了一跳 哗啦啦就把怀里的汽水掉了一地 霍华德没有像大多数老板一样 对新人发脾气 反而耐心地给凯瑞 讲解了一个消气的技巧 紧接着他指了一下身后的查克画像 十分自豪地表示 这个窍门就是查克交给自己的 随后霍华德又给他科普了一下 查克的业界地位和辉煌荣耀 就在新人凯瑞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畅想时 霍华德却说了句 也许人生之中还有更重要的是 很显然 查克的去世对霍华德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两人最后的分裂 以及查克对索尔的预测 更是深埋在霍华德心中的一颗钉子 这时女秘书急匆匆走进来 告诉霍华德 格尼先生正在办公室等着见他 霍华德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回到了办公室 拿到了几张湿漉漉的照片 格尼赶紧解释 说自己早上七点才拍到的猛料 赶公喜出来以后就马不停蹄跑了过来 这一番话跟湿漉漉的照片相印证 更加震慎了照片里索尔给卡西米罗法官行贿的真实性 霍华德由于着急要去开会 提前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格尼虽然站起身来 却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偷偷将文件夹里的照片掉了包 与此同时 老太太艾琳已经在律所的会客厅等着了 她作为基奥多案老年客户的代表 见到霍华德的第一件事 就是感谢霍华德让他们的案子可以如此快速的结束 霍华德立马蹲下身来摆事实讲道理 说了一大堆就是希望艾琳能接受 官司还有一年到两年才能结束 好在艾琳非常好说话 不但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还在霍华德的事宜下坐上了轮椅 毕竟霍华德让艾琳前来 就是希望老人能在法官面前博取到同情 从这一点来看 索尔和霍华德也没有太大区别 调解会议一开始 霍华德身体里的药效便开始发挥作用 而见到调解法官是卡西米罗后 他更是一脸震惊 彻底乱了方寸 法官像往常一样入座后 说了几句场面话 比如教度这件案子 最终总要有人妥协 可这句话在霍华德的耳朵里 就变成了受惠法官在暗示自己妥协 于是原本冷静无比的霍华德 在兴奋剂和虚假照片的双重作用下 当堂顶撞了法官 说自己拒绝继续调停 只因为法官不够公正 刚刚收了自己对头索尔的钱 随后他就安排女秘书回办公室拿证据 结果却拿到了格尼调包的照片 这下霍华德彻底变成了小丑 卡西米罗法官更是气得直接离场 对方的律师李奇认为大局已定 干脆直接找到克里福德摊牌 重新搞了个谈判条件 同时也给克里福德下了最后通牒 说过了今天赔偿款每天都会下降一百万 事后霍华德虽然尽力解释 说这都是索尔对自己的陷害 可惜克里福德更相信自己看到的 今天霍华德的表现令他很失望 现在就连克里福德都不愿意再拖下去 决定接受和解协议 另一边 吉米和金全程通过监听设备 欣赏到了霍华德的表演 两人心潮澎湃之下 干脆在办公室里滚起了床单 另一边 拉罗顺藤摸瓜 来到了阿尔布开克的郊区 为了隐蔽自己的存在 他在下水道里开了个不错的房间 当然为了干净和卫生 他每天都会打开马虎路盖钻出来 脱掉胶衣换上拖鞋 去附近的超市里洗个澡 完事后 他又会返回这里 一个人执行枯燥无味的钉烧工作 连续钉烧了几天后 拉罗录了一段视频 发给了埃拉迪奥 他才猜测 炸鸡叔在洗衣厂下面 建造了秘密的制毒工厂 可惜目前没有找到确实证据 于是他打算冒险进去看看 临走前 他特意给赫克托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一开口 赫克托就疯狂按铃 聪明的拉罗立马意识到 自己的叔叔已经被监听了 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被触碰家人逆临的拉罗 愤怒地砸烂了椅子 但很快 他的头脑就冷静下来 叔叔被炸鸡叔监控 说明对方知道自己没死 如果就这样闯进去 必然中了炸鸡叔的埋伏 事已至此 那不如将计就计 只见拉罗再次拨通了丁丁叔的电话 说自己没有找到证据 因此决定纠集人马 跟炸鸡叔来硬的 赫克托不知道拉罗的真实想法 只是拼命地按着铃声 果然丁丁叔的消息 很快就被迈克收到 云本平静的洗衣场 忽然人头攒动 迈克带着一众保镖离开了洗衣场 泰勒斯则带着另一支保镖队伍 进行了换防 这下拉罗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就在他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只蟑螂从他面前爬过 拉罗立马想起了 那个外号小强的律师索尔 十分钟过去 迈克找到了 正在学校搞社会活动的炸鸡叔 按照丁丁叔那里截获的情报 他必须把精兵强将 都吊牌到炸鸡叔身边 以防对手狗急跳墙 这恰好中了拉罗的计策 于此从时 霍华德也敲开了索尔家的大门 他一进门 就把索尔的行动计划说了出来 说自己确实输得一塌糊涂 不但交度的案子没了 自己也被人怀疑吸毒 基本射死 但是习惯强者思维的霍华德 并没有自怨自艾 反而十分坦然地告诉索尔夫妻俩 自己曾经经历挫折多了 欠债 婚姻破裂 抑郁症 这些都没有击倒他 这些不能杀死他的伤害 这些都会让他变得更强 就在他慷慨激昂演讲的时候 一个人仿佛幽灵一般 走进了索尔家的客厅 索尔和金看到那人的面目后 吓得脸色惨白 话都说不出来了 霍华德还以为自己的霸气 震慑到了两人 一转身却发现 自己身后多了个人 他还没来得及说几句遗言 就被拉罗一枪干掉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 最终集上半部分的全部内容 在这集当中 拉罗以无比耀眼的方式 重新回归观众事业 一出场就干掉了索尔和金 精心策划几周都干不掉的猛人 霍华德 至于拉罗找到索尔到底要做什么 也只有下一集才能知晓了 时隔一个多月 风骚律师第六集终于开始更新了 话说大院种霍华德 刚刚发表完励志演讲 打不死我的只能使我更强大 就被悄悄摸进门的拉罗 一枪放倒在地 索尔两口子吓得话都不会说了 他们迈着绵软的双腿色色发抖的坐在了沙发上 索尔赶紧给拉罗解释 说自己最讲江湖道义 真的没有出卖过拉罗 而拉罗根本不接话茬 只是冷着脸递给索尔一把车钥匙 一张纸条 让他开车按照自己规划的路线行进 目的地是一栋白色大别墅 车里放了相机和手枪 索尔只需要拿起手枪按响门铃 等到里面的人打开门 就瞄准射击打光枪里的所有子弹 拍照回来就可以 虽然拉罗贴心的帮索尔 规划好了刺杀的全部细节 但胆小的索尔仍然不敢应称 拉罗便给他做起了心理建设 称对方是个黑人 文质彬彬戴个眼镜 看上去像个图书管理员 没什么战斗力 并且算好了时间 如果一个小时后没有完成任务回来 金的脑袋上就会多个窟窿 在他看来索尔和金是有感情的 只要拿金当人质 索尔就会乖乖听从自己的命令 意外的是 生死一刻索尔忽然提出 让金去执行刺杀任务比较好 因为一个男的深更半夜跑过去敲门 对方大概率会直接报警 但换了金这种楚楚可怜的女人 对方一定会放下戒备 可惜金并没有体会到索尔的良苦用心 说自己长这么大还没开过墙 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 紧接着两人就吵了起来 一旁的拉罗听得很不耐烦 干脆选择了换人 毕竟他也没指望金能给他带来什么战果 由于太过紧张 金甚至问了穿鞋 还是在拉罗的提醒下 这才穿戴正习的出了门 等到金开车上了快速路 他才明白索尔的用意 让自己出来 就是想让他脱离险境 至于金是直接跑路 还是找地方报警都可以进行 恰好这时 一辆警车停在了金的旁边 他降下了车窗 准备开口的那一刻 突然犹豫了 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报警计划 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 继续按计划上门刺杀 另一边 心灵手脚的拉罗找来压代 将索尔的手脚捆在了椅子上 他说上次和索尔见面后 他直接回了家 结果一群杀手从后门悄悄进入他的家 把他的家人杀得一干二净 连老人和孩子都没有放过 至于后门是谁打开的呢 正是纳桥 那么索尔是谁介绍给自己的呢 还是纳桥 无论从哪方面分析 索尔都像是纳桥的同伙 自己全家都领了盒饭 索尔这个嫌疑人 是不是也要付出点代价 索尔极力解释 可拉罗却直接封上了他的嘴 转身离开了他们的家 拉罗刚刚离开 索尔就拼命挣扎试图脱身 结果弄到了椅子 扑通一声横倒在了地上 恰好跟死不瞑目的霍华德对视了起来 另一边 金已经来到了目标家门口 这里正是炸鸡叔的豪宅 只见金拿上拉罗给着左轮 鼓起勇气暗响蛮铃 正准备胡乱放两枪 光头迈克却出现在他身后 一把将他推进了房间 炸鸡叔此时正透过监控 观察着一切 被几个大汉围起来的金 大声嚷嚷着有人要杀他 迈克只好把他强行按倒在椅子上 看到金恢复了理智 迈克这才开口询问 金赶紧告诉迈克 大毒枭拉罗回来了 他要杀了索尔 此刻就在他们的公寓挟指着索尔 迈克紧接着问起拉罗 要金来这里干什么 金扫尸一圈后 指着炸鸡叔的替身 说自己要杀的就是他 杀完后还要拍照带回去 还剩20分钟 他恳求迈克能帮帮他 意识到自己工作出现纰漏 迈克立马联系了最精锐的手下 准备包围公寓 抓住拉罗 为了万无一失 他同时调走了守卫洗衣厂的精锐 殊不知 自己已经中了拉罗的调虎离山之际 一直蹲在洗衣厂门口的拉罗 见到大部队被自己调走 立马就潜入了洗衣厂 监控虽然捕捉到了他的画面 奈何洗衣厂人手不足 宝安没能看到这个画面 而炸鸡叔目送迈克离开后 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通过电话跟金聊了起来 当金说起索尔说服了拉罗 让自己出来搞刺杀的时候 炸鸡叔一下子抓住了关键 派一个弱女子来进行刺杀行动 难道拉罗根本不在乎刺杀的结果 只是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 想到这里 炸鸡叔赶紧带着几个保镖 赶去了最为要害的洗衣厂 此时迈克已经带人来到了索尔家楼下 他一直等到手下全面包围了这栋建筑 举起手站起了制高点 这才带人上楼结果却扑了个空 只找到了五花大榜的索尔 从迈克嘴里得知 拉罗在金出发后不久 便离开这里 迈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他知道自己中计了 赶紧带人往回赶 此时炸鸡叔已经带着保镖 进入了洗衣厂内部 细心的炸鸡叔发现了那扇 转动异常缓慢的换气扇 他猛然转过身 隐藏在暗处的拉罗 一个闪身出现 连续开枪 瞬间就把炸鸡叔的四个保镖放倒了 紧接着 拉罗便上前搜身 确认炸鸡叔没有带枪后 直接丢掉了炸鸡叔正在震灵的手机 很显然 这就是迈克打来的 自以为大局已定了拉罗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DV拍摄起来 他要求炸鸡叔带自己进入地下室 他好把证据全部录制下来 发送给集团老大迪奥 炸鸡叔自然知道时间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因此故意拖延起了时间 结果不耐防的拉罗 直接对着他的胸口开了一枪 炸鸡叔胸口如遭重击 面色痛苦 但伤口处却没有鲜血流出来 其实拉罗早就知道炸鸡叔身上穿着防弹衣 他这一枪只是警告炸鸡叔麻利点 炸鸡叔只好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 一进去 拉罗就被炸鸡叔的地下攻城震撼到了 这里有篮球场大小 全部由钢筋混凝土打造 完全可以开一个日产量超过几十公斤的制兵工厂 到时候炸鸡叔就可以摆脱货源的束缚 彻底从贩毒集团脱离 自己当北美地区的兵毒之王 兴奋的拉罗一边录像 一边给迪奥介绍炸鸡叔的图谋 炸鸡叔也知道 一旦拉罗搞定了证据 肯定要动手干掉自己 而唯一的翻盘机会 就是他提前藏在现场的手枪 为了江水搞混 炸鸡叔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对着镜头狂骂老板迪奥 同时也捎带着骂了拉罗和萨拉曼卡家族 对拉罗性格了解颇深的炸鸡叔 清楚的知道 狂傲拉罗绝对会听完 自己临死前骂出的心里话 骂着骂着 炸鸡叔忽然想起了 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按铃的赫克托 说他搞成这样子 完全是自己弄出来的 他就是要让赫克托生不如死 很明显他忽然改变节奏 就是要吸引拉罗的注意 脚下则偷偷移动 突然踢翻了地上的插头 瞬间地下室里漆黑一片 炸鸡叔弯腰飞奔向藏枪的地方 电光火石间 两个大毒枭在黑暗的地下室 疯狂的进行子弹输出 明明弹夹都打光了 炸鸡叔仍然本能的扣动着扳机 许久后才丢掉打光子弹的手枪 打开了一盏灯 灯光恰好照在倒地的拉罗身上 炸鸡叔走上前 一脚踩住了他 就这样俯瞰着老对手 耐心地送了他最后一尘 自以为大仇得报的拉罗 死在了成功前的最后一刻 炸鸡叔看拉罗彻底咽了气 顿时浑身酸软倒在了地上 他费力地拔出了拉罗 故意打在他胸口的蛋头 在摸了摸腰上没有防护的位置 顿时摸到了一手的鲜血 很显然他也中枪了 而炸鸡叔之所以能够反击成功 就是因为他多疑谨慎的性格 早在第五集的时候 他考察工程进度 就思考过在地下室反击对手的方案 在布置地下室电力系统的时候 计算了最佳的反击位置 将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枪 藏在了一旁的履带下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这才完美反杀 敬业谨慎的炸鸡叔 在简单包扎一下后 便拿起手机给炸鸡店的员工 安排起了工作 说自己要抽差一周 让他们各司其职管理好炸鸡店 不久后 麦克赶了回来 看着坐在床上打点滴的炸鸡叔 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他还是走上前来 苦口婆心地劝说炸鸡叔 下一次再去一线陈能 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自己 这样搞自己作为安保队长 真的很没面子 话虽这么说 麦克手上的活可没有停下 他带上专门处理尸体的团队 赶回了索尔家 只见他伸手拿走了 霍华德口袋里的车钥匙 用一个冰箱装走了大院种霍华德 同时叮嘱手下 开走楼下的绿色捷报车 吉米赶紧告诉麦克 拉罗说过要回来 麦克则淡电地告诉他们 拉罗不会再回来了 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 麦克这才回到索尔两口子面前 说几天后 霍华德的皮鞋和汽车 会出现在香陵州的海边 车里会出现几包违禁品 伪造成霍华德嗑药过多 跳海自尽的样子 鉴于霍华德出事前来过索尔这里 警察一定会来这里盘问 到时候索尔和金只需要告诉警察 当晚索尔喝多了 看上去好像嗑了药 过来撒了一会儿酒疯 就转身走了 至于他接下来去了哪里 你们也不知道 而今天两人必须要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 照常工作上班 等他们下班回家 这里将会恢复到一天前的样子 确定索尔和金记住了自己的盯主 麦克这才回到了地下室 他们用挖掘机帮霍华德和拉罗 挖了个双人墓室 拉罗首先被丢了进去 就在工人准备丢霍华德的时候 麦克忽然走了过来 盯住手下动作轻点 很明显 麦克对霍华德的死也是感到惋惜 他伸手摘下了霍华德的婚戒和钱包 又脱掉了他的皮鞋 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证据 以确保霍华德的家人相信他已经自杀 不必一直怀揣着希望 度过绝望的余生 作为一个成功的精英人士 霍华德做梦都不会想到 自己一个大律师会和一个大毒枭被埋葬在地下室吧 老白和小粉也绝对没有想到 他们的实验室底下还藏着两具尸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白打苍蝇的那一集 有没有可能苍蝇是闻到了尸体的味道来的呢 与此同时 几百公里外的海边沙滩上 多了一辆绿色的捷豹轿车 车门就这样敞开着 车上还摆放着霍华德的钱包和戒指 再结合车上发现的毒品 沙滩上散落的皮鞋 是个人便能推理出 霍华德磕咬过量 下海溺死的画面 如此看来 霍华德引君子的标签 这辈子是摆脱不掉了 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风骚律师剧组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直接放了个大招 送了大反派拉罗一个夹了鸡腿的盒饭 这一集片名为瞄准于设计 说的正是拉罗要求金开枪自杀 以及最后的两强决战 而通过拉罗的死 也把炸鸡叔谨慎多疑的形象 刻画得更加丰满 毕竟哪有毒贩睡觉时 不穿防弹衣的呢 至于拉罗为何没有在占据上风时 一枪毙了炸鸡叔 这就要从高贵的萨拉曼卡家族血统聊起了 按照拉罗的性格 面对如此血海深仇 他必然要好好耍一耍炸鸡叔 出口恶气 至于大运种霍华德 更是完美地进行了谢幕演出 给大家展示了一把配角真正的价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珍视一下 第二天清早 太阳照常升起 索尔和金便根据迈克的指示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各自来到单位上班 只是两人的人生轨迹 似乎有了一点点偏差 索尔给自己的新律所 装上索尔古德曼的巨大招牌 紧接着强行拉起笑脸 迎接今天的客户 虽然他一直声称要维护正义和功力 手段上却总是无所不用其极 伪造证据弄虚作假 才是他最擅长的 另一边 金穿着笔挺的西装走进法院 就在两人上班的时候 迈克带着专业团伙 来到了他们居住的公寓 清理血迹 取出弹头 摘下两人在小黑板上的便签 甚至沙发和墙面 都要仔细清扫一遍 堪称家诊戒的内卷之王 等到夫妻俩下班回家 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家已经恢复了干净诊戒 就好像昨晚的一切 只是一场噩梦 奈何房间可以打扫干净 经内心之中的尘埃 却始终没有办法擦拭 自从回到家后 就一直沉默不语 索尔察觉到不对劲 小心翼翼地坐到了床边 把沙漠之行后 麦克宽慰他的话搬了过来 有一天我们醒来 刷牙然后去工作 或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 我们一点也不再想那件事了 一点也不想了 直到那个时刻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是可以忘记的 此时房间墙上挂着一幅 绝命毒师出现过的话 象征着再也不见得别离 同样心情沉重的还有老麦克 他驱车来到人际罕至的沙漠 用一个油桶 焚烧了所有货化都存在过的痕迹 另一边 我们的主角炸基书被迪奥老大照到了豪华庄园 进门前 守卫不留情面地仔细检查了炸基书的全身 当守卫的手摸到了他腰部的伤口 炸基书脸上的肌肉因为疼痛抽搐了一下 可整个人依旧笔直地站在原地 通过安检后 炸基书见到了老板迪奥 迪奥左手边是赫克托为首的赛拉曼卡家族核心成员 右手边则是炸基书名义上的领导博尔萨 老板迪奥开门见山 表示今天召大家过来开会 是因为赫克托向自己举报 炸基书派人突袭拉罗家 但拉罗成功反杀逃了出去 后来还给自己打电话 说纳桥是炸基书派来的 拉罗本想找机会报复 可最近几天一直没有消息 赫克托因此怀疑拉罗已经被炸基书害死 他让迪奥好好看一看炸基书的眼睛 这一双深邃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之火 他正在密谋造反 等到博尔萨念完了赫克托的指控 迪奥盯着炸基书的眼睛 让他好好解释一下 而炸基书的表现堪称影帝 他没有着急辩解 淡定的坐在原地 表示这事根本就没有解释的必要 直到博尔萨也站出来 要求他解释一番 炸基书这才不急不慢的表示 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 根本不需要辩解什么 建一旁的赫克托气得脸都歪了 迪奥这才开口 询问赫克托能否提供打电话的证据 毕竟光头兄弟亲自去了现场 检查了拉罗烧焦的尸体 牙医的检查证明那人就是拉罗 而那朝临死前也没提过炸基书 就证据来看 赫克托的指控根本毫无根据 迪奥思考片刻后 干脆给赫克托安排了几个妹子 让远道而来的他好好休息 赫克托狂按铃铛表示反对 迪奥被他烦得不行 示意光头兄弟赶快给他抬走 等到丁丁山渐渐远去后 迪奥半开玩笑的表示 实在不愿意明天吃早餐的时候 再次听到丁丁山 接下来迪奥又重申了一遍地盘划分 南部继续由赛拉曼卡家族控制 北方地区则由炸基书来负责 博尔萨则继续当他的领导 协调双方的关系 在上位者看来 手下和和睦睦才是最危险的 现在这样相互仇视又势力均衡 才是最美好的状态 就在炸基书起身整理西装 准备离开时 迪奥忽然叫住了他 说自己在炸基书的眼睛里 看到了仇恨 但他并不在乎 重要的是炸基书不能忘记 谁才是老板 说完就潇洒地转身离开 炸基书低头静静地看着泳池里的水 迈克斯当年就是倒在了这里 他又怎么能忘记呢 第二天一早 炸基书终于回了家 他先是来到地下室 面见了迈克 迈克汇报了这几天的工作 说所尔夫妇的演技比想象的好 警察已经做出了 霍华德投海自杀的结论 紧接着 炸基书又提起地下室的工程进度 迈克一脸为难 刚刚发生了这么多事 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折服一段时间 可炸基书已经迫不及待 表示今天就开始恢复工程建设 经历过惊险刺激一天的炸基书 终于迎来了放松时刻 他来到了酒吧 点了一杯价值不菲的高级红酒 经理见到大客户来了 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还特意带了一瓶酒给炸基书尝尝 炸基书专业地晃动酒杯 观察了酒的色泽和香味后 优雅地品尝了一口 这味道令他十分惊喜 当场夸赞了一句 遇到了真正的懂酒之人 经理开心地给炸基书分享起酒的历史 这酒出产于法国的一处小村庄 在古罗马时期 那里就出产葡萄酒 由于那里的土壤富含氧化铁合蒙 酿出来的酒总会带点血腥味 炸基书当即告诉经理 自己家里也曾经收藏过一瓶 那个地方出产的稀有葡萄酒 经理提出找个机会 要去炸基书家蹭酒 炸基书也微笑着默许了 说着说着经理忽然想到 老板地窖里还有一瓶极品红酒 转身叫回酒窖 拿酒跟炸基书一起品尝 看着经理屁颠屁颠的离去 炸基书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在萨拉曼卡家族的压力下 他已经很久没有效果 想到富裕计划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他再次端起酒杯 将红酒一饮而尽 品尝着酒中潜藏的血腥味 炸基书突然陷入了沉思 这种味道总能让人想起那些不好的记忆 是时候该离开温柔乡了 炸基书掏出钱包给了服务员小费 让他帮自己跟经理解释一下 说有人叫走了自己 说完就起身离开了酒吧 深夜忙碌了一天的迈克 回到家中 他打开家里的暗格 将自己的枪放了进去 紧接着又拿出了纳桥父亲的证件 犹豫了片刻还是放了回去 紧接着他打开了电视 想要看看球赛放松一下 奈何看来看去都没办法静下来 最终他还是重新拿出了纳桥父亲的假证件 不久后 正在店里加班的纳桥父亲 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要跟他聊聊纳桥的事情 现在就在围栏外面 纳桥父亲走了出去 见到了早就等在那里的迈克 迈克开门见山告诉纳桥父亲 纳桥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父亲神情立马变得落幕 迈克紧接着又让老父亲放宽心 说塞拉曼卡家族已经日薄西山 很快就会被他们收拾 可惜老父亲根本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恩怨 在他看来 迈克和塞拉曼卡家族一样 不过是坏人之间相互搏杀 只是自己可怜的儿子 跟错了人走错了路 霍华德的葬礼如期举行 索尔和金为了不惹人怀疑 也只能硬着头皮出席 律所内已经来了很多人 到处摆放着霍华德身前的照片 照片里的他阳光自信 似乎从来没有烦恼能够困扰他 按照礼节 两人在跟其他同事攀谈一番后 便来到二楼 向霍华德妻子雪柔表示哀悼 可雪柔的话里话外 却充满了攻击性 因为霍华德曾经跟他说过 索尔一直在给他挖坑陷害他 索尔没办法 只能上前道歉说 自己跟霍华德分手的时候 闹了点不愉快 雪柔得理不饶人 当场要求索尔 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诉自己 索尔只能把对警察说过的故事 再说一遍 并且好鲜地隐去了 怀疑霍华德吸毒的部分 可雪柔还是听出了索尔的暗示 说自己不相信霍华德会吸毒 他认为霍华德的死必有隐情 一旁的金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按照计划 说出了早就排练好的内容 他告诉雪柔一年半前 他在律所加班 偶然看到霍华德 一个人在办公室吸着什么东西 雪柔没听到想要的答案 于是转头又询问起 霍华德合伙人克里福德 因为索尔之前的铺垫 克里福德深信霍华德是个隐君子 但为了好友的体面 他始终闪烁其词 顾左右而言他 雪柔听到一脸绝望 一个人哭着钻进了厕所 从霍华德葬礼出来 金的状态更差了 索尔一路上都在宽慰他 但金始终一言不发 在上车前吻了索尔一口 便驱车离去 今天的庭审开始前 金一直焦躁的用笔戳着桌面 好不容易等到法官宣布开庭 他立马站起来 请法官看一下 自己刚刚提交的文件 法官低头一看 一脸诧异的 把金和检方叫上前 询问金为何要退出这个案件 要知道这个案子 是他一手挖掘推动的 为何法院都开始审判了 他却选择要退出 金没有辩解 只是说因为个人原因 自己决定不再做律师 晚上金在阳台上抽着滑子 静静的看着暴躁的索尔 胡乱的停下汽车 登登登跑上了楼 一进门 他就癫狂的大喊大叫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但走到金的面前后 他还是压抑住了情绪 换成了宽慰的语气 希望劝说金不要放弃律师职业 在他看来 放弃律师职业 就等于放弃了光明的前途 和美好的人生 但金却说 自己已经办完了所有手续 索尔还想着挽回 他提议这件事过后 他们一起出去度假几天 实在不行 他们也可以远走高飞 永远不回这里 可当他推开卧室的门 看到的却是 金早已收拾好的行李 这才明白了金真正的想法 金平静地告诉索尔 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非常幸福 但他们俩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剂毒药 总会伤害身边的人 那不如彼此分开 大家相忘于江湖 索尔一脸绝望的请求金 再给他一个机会 他哪里做的不好 他都可以改 紧接着 他又歇斯底里的表示 霍华德在他们家出事 完全不怪自己 也不怪金 责任人应该是狗屁 萨拉曼卡家族 是他动手杀了霍华德 而金也终于说出了心底的秘密 他告诉索尔 自己其实知道拉罗还活着 但为了保护索尔 这才没有告诉他 结果却铸成大错 说完就回到卧室收拾好行李 彻底离开了索尔的生活 从此 那个有些小聪明的吉米律师消失了 真正的风骚律师索尔 古德曼正式上线 时光荏荏 一夜风流的索尔 从自己豪宅的地毯上醒来 他拍醒了一旁的硬照女郎 来到卫生间打理了一下 早已稀疏的头发 顺便又跟自己医生 要了更多的抗疫于药物 紧接着便来到豪华室衣间 从几百套衣服里选了一套 开始翻看报纸 寻找可以构成集体诉讼的新案子 等到硬招女郎拿了势力架离开 他这才驱车前去律所上班 路上的时间他也没有闲着 而是打开电台 听了一会儿自己律所的电台广告 但广告效果他很不满意 直接把电话打给了负责人 说电台里他的声音模糊不清 命令他赶紧换个声道 有谁会请一个话都说不利索的人 当自己的律师呢 将车停到律所楼下 索尔找出了残障人士标牌贴在了车前 心安理得的占据了残障人士的公共资源 这才大摇大摆的走进律所 此时客厅等候区里 已经坐满了派对前来的客户 索尔赶紧进入办公室 拿起印有世界最棒律师logo的杯子 喝了一口水 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好了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第九集的全部故事 索尔和金扭曲的爱情 最终带来了可怕的恶果 金用最后一次理智 选择了离开 而没有金的约束 索尔也终于消灭了最后的善良 成为了绝命毒师中 杀法果断的律师本尊 这是位于奥马哈的一家生活超市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玛丽恩 正倔强地拿着长架子 勾取超市货架最上层的罐头 一个好心人看到后 还想上来帮忙 却被玛丽恩言辞拒绝 直到自己颤颤巍巍拿到罐头 她这才心满意足地 驾驶着自己的小电动车 跑去生鲜区买牛肉 看到小珠子上摆放着 免费品尝的奶酪 她拿起一块塞进嘴里 结果却受不了干奶酪的怪味 一脸嫌弃地吐了出来 几个画面下来 一个斤斤计较 又性格固执的老太太形象 便出现在大家面前 不过索尔最为擅长的 就是搞定老太太 这不 她早早地就等在 玛丽恩回家的路上 还故意弄了个斜坡 老太太骑车路过 毫无意外被卡在原地 而索尔则在一旁 假装张贴寻狗启事 她立马开口问 是否需要帮忙 玛丽恩下意识就选择了拒绝 就在她研究电动车 哪里卡住时 一不小心 看到了索尔张贴的寻狗启事 便问起狗的情况 索尔便主动聊起 自己丢狗的过程 玛丽恩瞬间动了恻影之心 当即提出要帮索尔 留意一下附近有没有小狗 就这样 索尔没用几句话 就成功赢得了 玛丽恩的好感 当索尔再次提出帮忙推车时 她这才答应下来 可索尔却在第一时间蹲下身 剪断了老太太的动力电线 随后将她推上了坡 可老太太拧了半天油门 电车纹丝未动 没办法 只好再次喊出索尔 让她帮忙把自己推回家 索尔为何要费尽 跟一个老太太 发展登堂入室的关系呢 这就要从索尔潜逃 改名吉恩卡塔维克说起 前些日子 一直默默潜伏的她 在新那帮店里昏倒 被人紧急送去了医院 就在她乘坐出租车回家的时候 司机杰夫敏锐地发现了她 就是索尔古德曼 因此动了邪念 带着朋友找上门 想要威胁勒索 意识到自己暴露后 索尔本想着再次跑路 但最后还是改了主意 决定自己处理这个威胁 而老太太玛丽恩就是杰夫的母亲 出租车的轰鸣声出现在家门口 一分钟后 杰夫就推开了自家大门 就在她挂外套的时候 她听到厨房里有人正跟母亲说话 这声音似乎在哪听过 于是她探着脑袋走进了厨房 看到索尔那一刻 杰夫一脸震惊 但在母亲面前 她又不敢说出真相 老太太十分开心的 给儿子介绍起了两人相识的过程 很显然 不过是半小时的功夫 中老年妇女之友索尔 已经搞定了老太太 而索尔则主动找话 问杰夫是否在过什么名人 看杰夫半天也不说话 老太太干脆替儿子回答 她十分自豪说 杰夫在过著名摇滚乐手萨米黑格 索尔立马复合起来 说自己也是萨米黑格的粉丝 并当场哼唱起来 气氛一时非常热气 唯有杰夫一直都坐立不安 就在这时 烤炉里晚餐也烤好了 在老太太的热情邀请下 索尔勉为其难地留下了吃的晚餐 饭后杰夫提出送送索尔 但两人出了门 她立马神情大变 恶狠狠地质问索尔 为什么要接近自己的母亲 索尔则故作轻松 说杰夫就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也只能拿报警 敲诈勒索一下自己 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跑路 而他也早就看出来 杰夫缺的是一个机会 体验一下真正的游戏人间纸醉精迷 被出租车绑住人身的他 每天都在为生活车贷房贷范畴 而他可以带着杰夫 加入真正的犯罪世界 让他也体验一把社会高级游戏 索尔的话就像室友魔力一般 让杰夫安静了下来 一番商讨后 两人定下协议 由索尔带他体验一把赚钱的快乐 从此两人两清 谁也不认识谁 不久后 索尔回到了家 他打开了警用电台 显然一身谨慎的他 并没有完全相信杰夫 如果杰夫突然报警 他也好第一时间上车跑路 他喝了一口小酒 转身来到藏宝地点 从鞋盒里拿出了马克的尾件 重新戴上 似乎在暗示自己 要重新找回索尔古德曼 而这枚戒指 也仿佛真的有魔力 很快就让索尔 恢复了冷静和淡定 出事以来 他第一次关掉了警用收音机 安心睡了一觉 第二天晚上 索尔像往常一样关灯下班 只是在临走前 取走了两个肉桂卷 提上了垃圾 转身离开 9点20分 他把垃圾丢到了垃圾箱 紧接着加快了步伐 走向了隔壁的安保监控室 索尔敲了敲监控室的门 不久后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保安 一脸戒备询问索尔来意 索尔挂上笑脸 说自己是来慰问感谢宋锦奇的 上次在商场晕倒 多亏保安帮忙联系救护车 在正当理由的加持下 索尔总算进入了监控室 见到了负责人弗兰克 并第一时间送上了早就准备好的肉桂卷 由于小胡子保安还有巡逻任务 他拿起了肉桂卷准备在路上吃 而弗兰克则非常有仪式感地 找来盘子和刀叉 背对着屏幕坐了下来 准备好好享用美食 索尔就坐在他的对面 一边看着他吃东西 一边悄悄按下了计时器 话捞弗兰克一边吃东西 一边跟索尔聊起了昨晚的橄榄球赛 索尔虽然不懂球赛 但随身附和可是他的强项 两人一个热聊一个捧根 三分钟很快过去 此时的弗兰克吃完了肉桂卷 下意识地转身看一眼屏幕 索尔则按下了机器上的暂停键 很显然他在记录弗兰克吃完美食后 查看监控的空档时间 目的达成后 索尔挥手跟弗兰克告别 但下班后来监控室 跟两个保安聊一聊却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在肉桂卷公式的加持下 两个保安很快跟他打成一片 而弗兰克每次吃肉桂卷的时候 他都会偷偷计时 终于把握住了弗兰克吃肉桂卷的平均时间 紧接着他又跑去超市奢侈品区 卖着相同的布服 偷偷测量了道路距离 来到护架前假装买东西 了解到了哪些货物才是最贵的 随后便躲到监控死角 偷偷画下了布局图 第二天 他喊来杰夫和他的朋友 一比一在户外复制了商场奢侈品区的布局 在他的指挥下 杰夫训练起了偷窃的全部过程 由于杰夫长期开车不运动 他的短跑能力堪忧 没跑多久就喘着粗气停了下来 索尔看出问题的关键 直接给杰夫定了个规矩 编了套偷窃口诀 要求他进入商场后 每个品牌只能拿三件 只有这样 杰夫才能在三分钟内跑出监控区 而他早就研究了商场的监控系统 所有录像只会保存72小时 只要保安没有当场发现问题 杰夫完全可以等到第二天 商场开门 从容走出去 等到商场盘点货物发现损失时 监控资料早就没有了 为了给心虚的杰夫增加自信 索尔还给他讲了老白的故事 说他有个朋友50岁前 只是个普通的化学老师 平日里房贷都负担不起 但他开校后只用了一年时间 赚来的钱堆起来就能超过一辆汽车 在索尔的安利下 杰夫终于有了信心 开始奋力奔跑训练起来 这天晚上 商场女经理照例在下班前检查工作 忽然有个员工走过来 说有人送来了一箱货物 经理不记得自己要过什么货物 于是赶到仓库查看 此时负责送货的正是杰夫的朋友 只见他拿出运货单 一本正经的说 送货地址就是这里 女经理满脸疑惑 找到送货单上的电话打了过去 在店里的索尔接起了电话 当场表示 自己确实搞错了收货地址 但他的送货工人 此刻正赶往机场拉海鲜 如果弄晚了 那些鱼就臭了 经理实在着急的话 他可以亲自开车去拉 不过从他这里到商场要四个小时 女经理也是打工人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自然不愿意多等 干脆默许他们的货箱 放在商场仓库一晚 索尔连声道谢 说女经理是自己的大救星 明早一定给经理定数花送过去 女经理自然不会收他的东西 再次叮嘱 明天十点前一定要取走货物 便下班离开了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了商场 索尔像往常一样 拎着肉桂卷来到监控室 弗兰克早早地就打开了监控室的门锁 两人打过招呼 弗兰克立马搞了杯咖啡 在确定监控画面没有异常后 拿起刀叉 享受起了今天美食夜宵 索尔见状按下了计时器开关 并且用手机给箱子里的杰夫 发送了信号 杰夫赶紧撬开箱子 钻了出来 他一路背着包在商场里狂奔 很快就找到了奢侈品区 一边念诵索尔交给他的口诀 一边迅速地剪掉防盗器 把各种名牌鞋帽衣服塞进背包 而索尔则端着咖啡 用余光看着监控里的杰夫 着急忙慌地盗窃 直到杰夫已经拿完了计划里的 所有奢侈品 他这才低头看表 两分十五秒 剩下的时间用来撤退完全足够 可是正在跑路的杰夫 突然脚下一滑 当场摔了个四脚朝天 正在看监控的索尔一激动 把咖啡弄进了气管 当场剧烈咳嗽起来 但他作为行动的总策划 还是迅速恢复了冷静 开始主动找话拖延时间 而监控画面里的杰夫 似乎摔到了后脑 直接原地晕倒 半天没有反应 眼看弗兰克叫吃光眼前的肉桂卷 索尔内心无比慌乱 终于弗兰克吃干净食物 转身想查看监控 他干脆放了大招 忽然捂着脸毫哭起来 弗兰克看索尔哭得那么伤心 当即询问起好哥们 为啥情绪失控 索尔则开始撒谎不大草稿 说自己父母双亡 自己又是多年的光棍 唯一的亲人哥哥 前两天又去世了 从此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就算今晚在家里凉透了 也没人知道 弗兰克赶紧安慰了索尔几句 但多年养成的习惯 还是让他再次转身 准备看一眼监控 索尔见状赶紧猛拍桌子 再次把弗兰克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好在杰夫此时已经重新上线 他艰难的爬了起来 重新捡起散落的衣服 一拳一拐来到仓库 将衣服鞋子藏好后 这才跑进了男厕所 索尔一直紧盯着监控画面 脸上肌肉扭曲 浮夸的演出着自己编造的悲情角色 直到杰夫收拾好全部收尾藏进厕所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主动跟弗兰克道歉 说今天自己失态了 希望弗兰克不要把今天丢脸的事情说出去 出门后他的步伐比往日快了很多 撑过监控区来到那处死角后 这才卸下伪装 痛苦的无脸深呼吸 平复了心情 今晚的行动实在是太刺激了 第二天商场照常开门 躲在厕所的杰夫 听到周围传来顾客的声音后 这才钻出厕所隔间 假装顾客在衣服区挑选着东西 这时有个店员前来汇报 说有个货车司机取走了昨天的大木箱 还留下一束花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杰夫听在耳中 他得意的偷笑一声 随后踏着欢快的步伐离开了商场 回家后 杰夫和朋友开心的拿出箱子里的衣服 商量着这些赃物每件都能卖个五六百 一旁的索尔子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故意清了清嗓子 开口给哥良普及起了法律知识 他们盗窃所用的卡车是去其他州租的 盗窃的货物价值超过五千美金 按照联邦法律量刑最高可以到十年 如果再加上倒卖和运输赃物 再加个十年也不算事 哥良慌了 当场提出 他们只是从犯 所有事情都是索尔策划的 索尔则淡定的继续给他们谱法 说这种情况叫做相互保证毁灭 他要是进去了 杰夫哥良一定在街难逃 杰夫这才意识到自己摊上事了 如今他们成了一条神上的蚂蚱 再拿索尔的身份威胁可就不好使了 重新占据主动的索尔 警告两人从此把吉恩塔卡维克的名字忘掉 就算是以后在街头遇见 他们也必须装神不认识 马上换条路走 紧接着索尔要求杰夫给自己保证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杰夫母亲的电动车声 三人赶紧打开引擎盖 假装在家里修车 老太太看索尔也在 立马热情请他去家里坐坐 老太太跟索尔抱怨儿子之前交了坏朋友 差点走上犯罪的道路 如今男友索尔这样的好朋友 他感觉非常欣慰 紧接着又聊起索尔的狗 索尔脑子一转立马编熬了故事 他告诉老太太已经找到了 正在几个街区外的亲戚家 随后索尔像往常一样回到店里 像所有犯罪分子一样 他最终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 主动走到了奢侈品区 看到了忙碌的女经理 心中的得意感不由的升起 只见他走到衣柜前 拿起一件花哨的衬衫领带 走到了镜子前 这些衣服他以前有整整衣柜子 可现在他是普通人吉普 为了不暴露 只能遗憾的将衬衫放了回去 跟叱咤风云的索尔古德玛告别 第十集的整个故事都是黑白色的 代表着故事线的收束 Nepi这个标题也不仅仅是狗的名字 而是带着吉恩逐渐开始恢复成索尔 又或者说 他会变成吉恩索尔吉米的融合体 万一为这一集老白能够再次回归 可惜一整集看下来才发现 自己根本猜不透编剧的内心 好了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第六集 第十集的全部剧情 喜欢的朋友不妨三连来一波 相信下一集会更加精彩 倒霉的索尔被老白和小粉用黑布蒙住头 丢进了房车 一路颠簸间 索尔的大脑疯狂运转 不停地开口说话 试图拿钱买命 可对方始终不乏一言 无奈之下 索尔只能请求对方不要去沙漠 他这辈子每次去沙漠都吃了大亏 就在这时 车停了下来 绑架者直接把他压下了车 索尔才发现 自己又被人送到了沙漠之中 还贴心地帮他挖了一个长短合适的大坑 索尔吓得差点就闹了 语无伦次地说 一切都是纳桥干的 很显然 他把对方当成了萨拉曼卡家族的杀手 画面一转 故事再次来到2011年的黑白回忆当中 由于索尔紧急跑路 弗朗西斯卡这个助手 只好暂时干起了房东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他拿着马桶揣子上门 疏通下水道 一通猛揣后他才发现 是这两个正在看 成龙利贤机的房客乱到大麻残渣 堵塞了下水道 顿时怒冲冲的撩挑子走人 临走前他还对着租客嘲讽一番 说他们更擅长上下左右的运动 这疏通下水道的活还是自己干得好 回去的路上 他一边开车 一边警惕地扫视着后视镜 很快他就发现 一辆汽车一直跟着自己 于是他故意在下一个路口右转 见到可疑汽车拐向另一个路口后 加速使雷绕了一圈后 他将车开进了沙漠 在一家废弃的加油站旁边停了下来 三点正是他和索尔约好的街头时间 果然几秒钟后 公用电话亭响起铃声 他赶紧接起电话 索尔非常高兴地跟女助手打起招呼 谁知对方直接表示 先发工资再聊问题 如此情况下 索尔哪敢拒绝 马上开始付钱 弗兰西斯卡按照他指示 找到了索尔电话里描述的大石头 掀起来后果然发现了一个绑着余线的拉环 很快就从钢管里找到了三达钞票 这就是索尔承诺给他的报酬 拿到了工资的弗兰西斯卡 也很讲诚信 开始跟索尔讲述罪线的近况 他说警察并没有放弃搜捕索尔 至今仍有警车偷偷跟踪他 家里的电话和邮件也一直被监听 索尔有些急了 询问两月前老白领和饭后 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 两个月前 老白一个人跑去纳粹帮 单挑十几个混混 虽然全部干掉了仇人 自己也中枪身亡 索尔本以为这件事会让警方放松对自己的通缉 可弗兰西斯卡就告诉他 老白死后妻子斯凯勒 向联邦调查局坦白了一切 用汉克和歌迷的葬身之地 换取了认罪协议 现在警方通缉的人便只剩小粉和索尔了 而小粉知道自己的汽车被安排了定位 因此安排猴子开着自己的车赶去了墨西哥边境 现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逃亡墨西哥 因此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索尔身上 索尔紧接着又问起了自己的美甲沙龙 自动售货鸡的生意 得到答案却是 这些产业相继被警方查封 就连藏匿最好的激光游乐场都没能幸免 索尔的心有点肉疼 赶紧问起他藏在海外的资产 可弗兰西斯卡去告诉他 那个空壳公司已经被自己交了上去 现在索尔除了带走的钻石和一箱子现金 已经一无所有了 弗兰西斯卡自觉说的够多了 当即就要挂断电话 可逃亡日久的索尔 特别渴望听到家乡的消息 连连央求下 又跟他聊了几句周围朋友的家常 比如检察官比尔 现在成为了一名辩护律师 以及金曾经打来电话 询问索尔的情况 听到这里 索尔感觉有些怅然若失 正准备再问几句金的情况 而对方却光速挂断了电话 索尔无奈只能不甘地开车离开 他开车来到另一个电话亭 按照金留下的紧急联系方式 把电话打了过去 可惜繁忙的公路上噪音太大 我们听不清索尔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就动作来看 索尔聊得很不愉快 他拿着话筒 很坑地擦了数次电话主机 又一脚踹碎了电话亭的玻璃 等到他回到新大帮换上工作服 他便再次变成了老实芭蕉的吉恩 一脸淡定地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看着柔面机在自己面前上下转动 索尔陷入了沉思当中 最终他终于决定结束目前的逃亡生活 重新回到棋盘上来 只见他第一时间来到了杰夫家 下班回家的杰夫看到了索尔立马紧张起来 磕磕绊绊地解释说 自己最近一直很低调 没有挥霍偷来的钱财吸引警方注意 可索尔却领着他来到了外面 直白地告诉他 自己不是来做回访的 而是要杰夫帮自己做事 他准备重出江湖了 收完就递上一杯酒 杰夫干了这杯酒 就算是正式入伙 为了钓上大鱼 索尔来到了奥马哈的酒吧 化身赌徒维克多 跟胖子阿里尔赌了半个晚上 不出意外无论赌什么 因此在完成了唱歌处罚后 索尔就准备告辞 可阿里尔还在信头上呢 直接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宣布再赌最后一把 只要索尔把手放在前的上方 而他的手则叠放在索尔手的上方 两人谁先拿到钱 谁就算赢了 索尔当即答应下来 结果不出意外的输了个金光 阿里尔为了安抚这个倒霉蛋 赶紧给他叫了一杯新的福特加 索尔坐视按住了杯子 实则上偷偷捏了一下 袖子里的热水袋 成功用吸管吸走了杯中的烈酒 这才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一旁的阿里尔则渐入家境 一边喝酒一边嘲讽索尔蠢笨 殊不知真正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 酒足饭饱过后 两人摇摇晃晃离开了酒吧 杰夫的出租车则恰巧停在了门口 阿里尔不宜有他 开心的上车离去 至于索尔则一直等到周围没人了 才翻出衣服里的热水袋 将鼓鼓囊囊的一袋子酒 倒了个干净 至于实实在在喝了一碗酒的阿里尔 则感觉天旋地壮口渴难耐 司机杰夫非常有礼貌的 递过来一瓶水 说致出租车公司的增值服务 阿里尔拿起瓶子 蹲蹲蹲喝了个金光 殊不知杰夫早就被水中加了蒙汗药 紧接着他又假装跟同事聊天 主动说出了即将前往的地址 同伙拿到确切地址后 立马驱车赶过来 不久后 杰夫将迷迷糊糊的阿里尔送进了家门 反手就用胶布堵住了锁眼 在他转身离开后不久 同伙牵着狗子来到门口 他把狗子拴在家门口放哨 自己则轻松推门进入别墅 从阿里尔的西装口袋里拿到了钱包 将他的信用卡身份证全部取出来拍照 紧接着又来到阿里尔的办公室 找到了投资文件 以及带签名的税表 统统排了下来 接下来又取出支票本 从伪业撕了一张下来 最后他扫尸一圈 竟在桌布下面找到了阿里尔 记录在纸上的银行卡密码 得到了关键信息 同伙潇洒地会合了旺财 撕掉了锁眼上的胶带 潇洒离开 整个偷盗过程迅速而专业 画面一转 再次回到了毒师故事线 老白和小粉拿活埋 威慑了索尔一番后 正式把他请进了房车 见索尔对车里的化学仪器感兴趣 头戴黑红条纹帽子的小粉 十分自豪地给索尔 介绍起了自己的座驾水晶船 可老白却对索尔不放心 小粉没说几句就被他喝止 结果索尔还不乐意了 他说自己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好律师 既然已经收了老白的律师费 就会帮他们保密 说完就主动坐上了副驾驶 老白则提出回去的时候他来开车 就这样小粉同学便只能席地而坐了 回去的路上由于老白太过着急 汽车刚刚打着火 拱了一下就憋死在原地 小粉趁机跟老白表示了抗议 说自己来开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老白则咬牙切齿地给他们解释 说这是房车的老毛病 刚才没熄火导致燃油泵过热 只要让它冷却一下就可以发动起来 随着车钥匙被拔下来 汽车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老白也抑制不住地咳嗽起来 小粉则问了索尔一个问题 拉罗到底是谁 索尔自然不肯说出 他和塞拉曼卡家族的恩怨 赶紧雇组而言他 让老白再发动一下试试 车子终于发动起来 向着索尔的卧室驶去 画面再次进入回忆模式 正躺在床上午休的索尔被敲门身惊醒 掀开窗帘警惕地观察一圈后 他打开了大门 拿到了刚刚从网上订购的摇摆机 这东西他在律所里也有一台 重新躺在摇摆机上 索尔古德曼的属性 也渐渐回到了他的身体 三人的酒吧骗局仍在继续 每天索尔都会假扮成笨蛋 跟聪明人喝酒喝到半夜 然后聪明人们就会坐上杰夫的出租车 喝下掺了索尔拍蒙汉药的矿泉水 最后杰夫留门 另一个同伙则上门拍摄客户的财务信息 但他们不会直接转走客户的钱 而是将这些资料售买给第三方 以此隔离风险 很快一份份的信息 就变成了一箱箱的现金 有了钱的索尔 再次过上了纸醉精米的富裕生活 去脱衣五酒吧搞团建 每天晚上换不同的妹子赔睡 但还是有很多钱结余下来 被他藏进了秘密藏宝地 为了防止他们的通话信息被泄露出去 索尔给两个同伙搞了两部新电话 这下每天的钓鱼行动就更惬意了 这天晚上索尔盯上了一个眼镜男 聊了几句 索尔就知道 这人是金融行业的大肥羊 于是开始熟练地劝咎 眼镜男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紧接着眼镜男就拿出怀里的药喝 一口吞下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物 索尔见状赶紧找话 说自己曾经为了保住头发 也大把大把地吃药 可惜头发还是滑滑地往下掉 介绍完了自己 索尔顺势问起眼镜男在吃什么药 对方则回答是癌症药 索尔呆论了片刻连声抱歉 可眼镜男却没有怪罪他的意思 反而拿起酒杯 要跟索尔一醉方休 是否要放过这个癌症病人呢 索尔思考了很久 但出门后 还是把对方送上了杰夫的出租车 在他眼里 这只是一场生意 跟客户患不患癌没什么关系 至此 索尔身上最后一次几米的影子 也消失殆尽 画面再次回到独师县 索尔躺在办公室的地上 享受着摇摆机的服务 帮忙调查情报的迈克 就推门走了进来 汇报老白和小粉的情报 迈克告诉索尔 老白其实只是个普通的化学老师 而他搭档小粉 其实是他的学生兼第一波客户 另外老白的确已经确诊肺癌 索尔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在开车时一直咳嗽 接下来索尔又问了一些病症细节 迈克双手插兜 平静地表示 老白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 就算是积极治疗 活下来的概率也不大 他不建议索尔跟他打交道 只因为老白半路出家 贩毒这事弄得一点都不专业 早晚要被警察抓住 可索尔还是不甘心 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老白的新产品 这东西一旦上市 未来发展前例巨大 迈克却没听他说完 再次强调索尔应该选择放手 可老白和他的蓝色冰药 还是在他的脑中迟迟不肯离去 画面再次进入到黑白模式 索尔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正悠闲地享受着休假时光 忽然杰夫打来了电话 说最近的行动出了问题 与此同时 老太太马丽恩正抱着儿子 给自己买的笔记本刷着短视频 就在这时 他家的院子里传来几声狗叫 马丽恩摘下耳机走到窗前查看 恰好看到索尔三人 正在车库门口聊天 在老太太面前 装成爱狗人士的索尔 完全没有了白日里 对狗狗的温柔 大声呼喊让狗子闭嘴 最后干脆进入了车库 将门从内部反锁 很显然此时的马丽恩 和视频里的猫处境差不多 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他 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东西 显得那么的无助 车库里 索尔对着两个同伙大发雷霆 给他们讲述着 自己选择目标的困难和不易 现在他们说放弃就放弃 有没有把他这个老大放在眼里 同伙赶紧解释 说自己偷钱包的时候 发现眼睛男口袋里的药 跟自己患癌父亲的药一模一样 他清楚地知道 癌症病人承受的痛苦 因此选择了放手 结果索尔当场暴怒 直接吵了他鱿鱼 紧接着便要求杰夫开车 载他去眼睛男家 让他亲自完成任务 路上杰夫一边开车 一边透过后视镜观察着索尔 见他表情稍微缓和一些 赶紧开口说 现在药效已经过了 眼睛男很可能已经醒了 与其冒着被抓的风险 再次返回现场 不如放他一马再选一个目标 可索尔却偏执地要求杰夫继续开车 到了眼睛男的家门口 他迅速下车 叮嘱杰夫20分钟后 再来接自己 便开门下了出租车 时间再回到独师故事线 索尔来到老白所在的高中 路过了老白的汽车 推门走进了老白的教学楼 他不在乎对方到底有没有挨着 只要是个大宝藏 他索尔必然要上去抡上几锤 画面再次变回黑白 来到眼睛男家门口的索尔 打不开大门 只能用手肘敲碎玻璃 从里面打开了门锁 整个人仿佛魔震了一般 第十一集名为是Breaking Bad 呼应了绝命毒师第二季 第八集的标题 Better Call Soul 通过黑白和彩色两条故事线 运用索尔的视角 演绎了一遍老白和小粉 与风骚律师索尔的第一次相遇 如今的索尔走到这一步 早就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和绝命毒师的老白一样 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证明自己还活着 还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好了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第六集 第十一集的全部内容 随着剧情接近尾声 各种故事线开始交汇 视频制作难度也开始逐渐上升 所以说喜欢的宝子们 一定要三连支持呀 办公室中 索尔百无聊赖的 拨弄着手中的弹力球 尽管弗朗西斯卡一再催促 大厅里的客人已经等候多时 索尔依旧一副漫不经兴的样子 随着弹力球一不小心 砸倒了背景墙上的泡沫柱子 索尔这才暂时收起了顽心 此时她的人生 像极了这个富力堂皇的办公室 看似繁华鼎盛 实际上却是有谎言构筑起来的泡沫 索尔缓缓穿上了昂贵的牛皮西装 又拿出镜子理了理发型 确定仪容仪表完美无缺 原来今天是她和金 签署离婚协议书的日子 索尔静静地看着这份金 齐操的离婚协议 离婚理由一览 她填的竟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终于索尔做好了心理准备 让弗朗西斯卡把金带进办公室 再次见面的两个人没有过多的寒暄 或许是不甘心 索尔向金炫耀着自己的办公室 好似再说 离开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而金终于见到了自己曾经设想的绿索 只是这一切现在都与她无关了 也许是想掩饰自己的心虚 索尔一脸轻松的问金 为什么要去弗罗里达 还没等金回答 她又立刻改口说 无所谓 现在两人没必要讲那么清楚 金字的过程相当顺利 两人的这次见面最终以索尔的一句 祝你生活愉快落下卫幕 纵观全程 索尔表面满不在乎 金欲言又止 弗朗西斯卡则是无语凝掖 或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挣扎和不甘 金刚离开 索尔便忙不迭地招呼下一位客户进来 看过绝命毒师的小伙伴们 想必对这张脸并不陌生 这个男人正是埃米利奥 贝老白在浴缸里容湿的那位 金走到门口 外面已是倾盆大鱼 他估计地点了一根烟 就在这时 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竟然是小粉走过来向金借货 显然这是一次有目的的接近 原来金曾做过机有康宝的律师 小粉是陪朋友埃米利奥来找索尔的 小粉想知道索尔是真有两把刷子 还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尽管金与索尔分道扬镳 但对于索尔的专业能力 从来没有怀疑过 金很欣赏他的才能 可以说 两人这次同框的场景 是风骚律师和绝命读师 真正对接的地方 金也由此成为两个宇宙的见证人 金潇在了弹走手中的烟头 告诉小粉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靠谱的 随后消失在了雨夜之中 金的这句回答颇有意味 似乎含蓄地表明 他认识的那个索尔 已经渐渐远去了 故事线回到现在 此时距离金和索尔 最后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六年 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金 已经沦为佛罗里达中年妇女群体中的普通一员 没有了干净利落的马尾辫 取而代之的是稍显木讷的奇刘海 头发也染成了不起眼的棕色 至于曾经的一身职业妆 现如今变成了牛仔裙和运动鞋 以前从不下厨 如今却开始自己动手 甚至和一个看上去毫不着调的男人交往 种种变化足以说明 过去的金早已一去不复晚 就算是在家庭聚会上 金的表现也始终格格不入 和毫无激情可言的生活相比 金的工作同样乏善可陈 现在他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洒水器公司工作 每天朝九晚五 自己开着小汽车去公司上班 停好车后 他会拿出隔热毯挡在前挡风玻璃上 以便这辆陈旧的二手轿车能多开几年 来到办公室后 他熟练的来到自己的工位上 打开电脑看一眼新产品的设计图 随后便是蜘蛛指牌摸鱼时间 在这里他和所有的同事一样 只是普普通通的小市民 在午餐的时候 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社会新闻 今天他们讨论的主题是毒品 殊不知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金 才是四人中对摇吐丸了解最多的人 但金始终一言不发 他不愿意提起自己的过去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 他愿意平淡过完一生 但意外总是不起而至 这天公司同事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是一个自称维克多圣克莱尔的男人 听到这个名字 金平静已久的心泛起涟漪 他赶紧拉上办公室的百页帘 他记得这是索尔无数画面中的一个 每个人都有不敢面对的过去 金也不例外 犹豫再三后 他还是鼓足勇气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 索尔一方面想向金报平安 另一方面也想极力修补两人的关系 哪怕金怎么骂他都行 可是金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他始料未及 金对索尔说 你应该自首 此话一出 索尔瞬间暴躁 这六年他过的可都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你居然让我去自首 于是索尔才会在上一集当中情绪失控 砸了倒霉的电话亭 至于索尔口中的艰难岁月 应该就是和小粉老白合作那段时间 不过绝命毒师中发生的故事 金是一无所知的 他仅仅就用一句话 就让索尔彻底破防 他歇斯底里的开口反击 既然你对霍华德的死耿耿于怀 为什么你不去自首 对此金表现得很克制 他没有反驳苏尔的无能指控 只留下一句 我很高兴你还活着 便挂断电话 但他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 今天是公司接训员的生日 同事们准备了蛋糕 邀请金一起参加生日派对 金跟着同事们走了出去 把自己隐藏在人群当中 红着眼圈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很显然这首歌不是唱给同事的 而是远在天边的索尔 次日他来到车站 此行的目的地是金本不愿意去的地方 阿尔伯克基 他不想再逃避下去 决定自首 熟悉的停车场 收费亭里却空空荡荡 昔日轮岗的门卫大爷早已不知影踪 法院中年轻忙碌的身影 和当年的金如出一辙 一切好像都没变 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金交代了有关霍华德的一切 当初塔克索尔提供伪证 才让警方误以为霍华德 是因为吸食过量毒品而死的 之后金将自出信 交到霍华德妻子雪柔的手中 他这才明白丈夫的真正死因 霍华德之所以被谋杀 只因为他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地方 时来道歉比草还贱 如今雪柔只想知道 金会不会受到法律审判 金告诉他 这完全取决于地检 但是案件已经过去六年 霍华德的尸体也很难找到 再加上证人只有索尔一个 因此地检很难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 金在提到索尔时 额外说了一句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这说明金并没有出卖索尔的意思 听到这儿 雪柔说要提起民事诉讼 对此金坦然接受 既然选择了自首 那就要做好接受一切的准备 然而金的表现 却让雪柔疑惑不解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面对质疑 金沉默不语 前往机场的公交车上 尽管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金还是忍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的眼泪 他憋了六年 这一刻 我们很难描绘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 有懊悔 有伤痛 也有释然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金的扮演者 雷亚赛红最最精彩的表演 短短的几十秒钟 金的情绪 就如同大雨一样 倾泻而下 时间线回到数月后的雷马哈 深夜 索尔闯入癌症患者林克家中 此时 林克正躺在地板上陷入昏睡 索尔拍下照片 熟练的完成了数据抄家 有意思是 投资账户上 竟然有七十三万七千美元 正好是刚开始治兵时 老白心心念念的数字 两部神剧在这里 又一次梦幻联动 此时 杰夫已经开车等在门口 但索尔却迟迟没有出来 原来索尔玩活后 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拿起雪茄和几块铭表 既然是破窗而入 那干脆再顺手牵羊 让人误以为是入室抢劫 没想到的是 原本昏睡的癌症患者林克突然醒来 此刻他坐在楼梯上看着手机 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离开 见状被困在二楼的索尔 拿起了珠子上的宠物狗骨灰罐 准备砸晕林克抓紧跑路 就在他悄悄逼近时 林克竟再次陷入昏睡 索尔瞬间松了一口气 就在他绕过林克 开门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在杰夫出租车的后面 居然停着一辆警车 不管是坐贼心虚还是其他原因 索尔认为这时候出门 肯定会引起警察的怀疑 于是他又悄悄退了回去 另一边 心理素质极差的杰夫 早已经等得满头大汗 在他眼里 两个正在吃汉堡的警察 其实早就盯上了自己 于是越想越慌张 干脆一脚油门踩到底 没想到静止撞上 停在路上的另一辆车 得 现在的交通事故摆在眼前 两个刚要滑滑水吃口晚餐的警察 被迫上岗 来了一波史上最快的出警 不过这次车祸也成功 为索尔创造了离开的机会 索尔好不容易返回家中 很快就接到杰夫 从警局打来的电话 林克发现家中财物丢失后 报了警 案发当晚 杰夫曾开车在附近出现 自然而然 他成了头号嫌疑人 索尔安慰杰夫 不要慌张 警方手里并没有实质性证据 不能把你怎么样 索尔甚至拍胸脯表示 会和玛丽安一起想办法 把你捞出来 紧接着 索尔便电话联系了玛丽安 儿子闯祸被警察请去喝茶 玛丽安一听 情绪很激动 为了安慰老太太 索尔当场给她普及法律常识 她说 雷马哈的保释流程和阿尔不开课 截然不同 这边不需要担保人专业的法律知识 玛丽安听了一头雾水 但她很精明 转念一想 儿子出了事 为什么第一个联系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索尔 想到这儿 玛丽安拿出儿子给她的笔记本 开始上网查询资料 眼前看到的一幕 似乎让玛丽安不敢相信 就在这时 索尔走进屋中 玛丽安慌张地合上电脑 然而里面发出的声响 还是引起了索尔的注意 台词音乐 都是索尔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不就是索尔古德曼的经典款电视广告吗 玛丽安告诉她 我只是输入了诈骗大师和阿尔伯克基结果 就出现了这则广告 不管怎样 逃犯索尔的马甲 这回算是掉了个金光 起初索尔还想辩解 但有图有真相 实在很难强行洗白 况且 在阿尔伯克基 有谁不知道风骚律师索尔 得知索尔的真实身份 玛丽安试图报警 却被索尔扯掉了电话线 她拿着电话线 将玛丽安逼至角落 如果你以为索尔要痛下杀手 那就踏错特错 索尔并不是要暴力犯罪 相反 她此刻的内心慌张不已 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想让玛丽安打消报警的念头 玛丽安掏出了放在身上的便携紧急电话 其实索尔这时候 完全可以将电话夺走 可是她没有 只因玛丽安说了一句 我那么信任你 最后玛丽安报警成功 没办法 索尔只能落荒而逃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对玛丽安的心软 让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善良的吉米 按照惯例 每一集BCS倒数第二集都相当精彩 加上这集导演是独师宇宙的开创者之一 所以一开始 大家就期待直拉满 事实证明确实不复所望 但和激动人心不同 看完这一集 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复杂的 还剩最后一集 本集即将迎来终结 真心希望索尔能有一个和老白不同的结局 据说导演曾经透露不是悲剧收尾 但从本集的故事发展来看 还是让人难以琢磨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风操律师全季收官之作终于来了 这不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 却是索尔古德曼最完美的落幕 上集说到 在老太太面前吊马甲后 索尔无奈仓皇出逃 不料老太太是个人精 不仅一个字一个字 把索尔的名字告诉警方 还精准描绘出她的样貌身高 车牌后等等线索细节 让警方的抓捕行动格外顺利 索尔刚刚回到家中 翻出了藏宝盒 拿了一部新手机 刚准备出门跑路 警察已经在直升机的加持下 杀到了她的头顶 没办法 她只能改道翻窗 找了个机会 钻进了蚊虫肆虐 触气熏天的垃圾箱 想要拖延时间 只见她打开了藏有钻石的宝盒 拿出一张名片 又尝试给吸神气垫打电话 想要找人救自己出去 奈何太过慌张 新手机还没打开包装 盒子就被她不小心弄翻了 价值连城的钻石 顿时掉进了垃圾堆 画面无比讽刺 这时候 垃圾箱外也响起了警察的敲门声 自知无路可逃的索尔 只好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举手投降 狭小的牢房中 索尔来回踱步 她不敢相信 就这样被警察给抓了 无比的崩溃沮丧 当看到墙上的涂鸦后 她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她想起女秘书曾经告诉过自己 比尔现在做起了辩护律师 她火速打电话给律师比尔 突然听到老熟人的声音 比尔有些不知所措 惊得文件都掉在了地上 索尔这边则再次展开了 擅长的忽悠大法 一开口便告诉比尔 你中大奖了 你将成为索尔古德曼的律师顾问 只要你让我这个黑道白道 都挂了名的狠人 减轻刑罚 未来找你的客户 还不得踏破你家的门槛 一番精彩输出后 比尔成功被他说服 毫不犹豫的选择 接下这个案子帮索尔辩护 禁局中 索尔透过单面镜 看到了汉克的一双玛丽 审讯时 警方这边的律师乔治 开始罗列索尔的八大罪行 可索尔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 心里正盘算着 怎么让玛丽进来 只要她进来 接下来的戏码才好上演 三两句话 索尔成功如愿 面对玛丽的指责 索尔露出一副悲饼的表情 随后便顺理成章开始了表演 她以一种同样是受害人的姿态 讲述当初被老白和小粉绑架的经历 虽然帮老白做了不少事 赚了一点小钱 但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一切都是在老白的淫威逼迫之下 害怕被老白干掉才做了这些 为了让乔治等人相信 索尔提起2009年10月4日这天 老白在三所监狱杀死10个人 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警局调党 之所以跑路可不是在夺警察 而是老白 肯定会杀他灭口 虽然现在老白可能已经死了 但小粉还逍遥法外 说到这儿 索尔继续卖惨说道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职业家庭和自由 我现在孤身一人 演完苦情戏 索尔又将突破口对准乔治 直言他从未打过败仗 自己现在这种情况 一定有把握胜诉吗 真不怕打破自己的记录吗 话音更落 一旁的玛丽连忙提醒乔治 千万别听索尔的 可惜索尔的这番言论直指人心 乔治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谈判的口气明显软弱下来 他答应索尔 只要他乖乖在认罪书上签字 原本30年的刑期 硬生生捡到7年半 除此之外 索尔还获得一些赔偿 他甚至为自己 选好了心仪的监狱 看着一帮律师精英 被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索尔更来劲了 提出要用霍华德之死的真相 换取牢房生活更多的待遇 结果给自己挖了坑 索尔这才知道 早在一个月前 金已经自首 将霍华德死亡背后的 引擎和盘拖出 返回阿尔布开克的飞机上 在索尔的坚持下 随行的罚警 总算同意他和比尔搭话 索尔迫切地想要知道 金自首的细节 得知地检缺乏物证和目击者 无法指控金时 索尔松了一口气 可当比尔告诉他 金已经向霍华德妻子 谢利尔认罪后 瞬间如芒刺背 因为民事诉讼 可能会让金失去一切 转头 索尔故意在法庭面前虚张声势 表示霍华德的案子 还有很多内情 警方并不知道 而且大部分都和金有关 索尔故意放出假消息 显然就是为了引起金的注意 回到金这边 自首后他似乎重新审视了自己 一成不变的生活 渐渐有了改变 提前结束洒水器公司的白领工作 来到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中心 当志愿者 晚上金接到了苏珊娜 打来的电话 这才得知 索尔已经被警方逮捕 也知道了 他要在法庭上当众抱自己的料 金心里清楚 自己已经交代了一切 索尔这么做 无非两个目的 要么全甩锅给自己 要么一个人扛下所有 不管是哪一种 金都要去法庭现场听审 法庭上 索尔重新穿上了久违的西装外套 整个人变得自省且亢奋 很明显他没准备 就这样认罪扶法 而是想在法庭上干票大的 至于金的猜测 其实都错了 索尔只是单纯想让金来见证 他能和金一样走向光明 七年半的牢狱 从来不是索尔的目的 只是对整个阿尔布开克的司法系统 出一口恶气而已 最终索尔选择坦白一切 在老白走上非法道路的整个过程 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索尔甚至放话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或许根本不会有后来的海森堡 这里还填了一个小坑 第三季中 索尔曾用医疗保障案算过查克 导致他职业过失险失效 这也间接导致了查克的悲惨结局 这件事经全程蒙在鼓里 看得出来索尔什么也不想隐瞒了 交代完一切 他脱下象征着索尔古德曼的西装 从现在起 他只是詹姆斯·麦吉尔 整个庭审过程中 他不止一次看上金的方向 其他人说的话已经不重要了 索尔已经为自己写好结局 他唯一的听众 从始至终只有金一个人 在索尔的努力下 最终数罪并罚 七年半刑期 一下子变成了86年 命运弄人 索尔之前在和乔治的谈判中 曾说过最不想去的监狱 就是联邦最高安全等级的蒙特罗斯监狱 条件太差 结果他偏偏就被分到了那里 途中 坐在前排的罪犯 认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索尔 转过头跟他打招呼 但索尔却没有承认 只是告诉对方认错人了 自己其实是麦吉尔 但对方完全没听进去 跟其他囚犯聊起了索尔的广告语 结果却引发了整整一车囚犯的共鸣 大家一起念起了那句经典台词 虽然人不在江湖 但江湖永远流传着索尔古德曼的传说 索尔在灰色地带的高人气 至少能肯定 他未来的监狱生活一定很好过 这天 索尔正在监狱面包房里劳动 突然狱警找了过来 声称他的律师来了 不是别人 正是金 原来新墨西哥州的律师执照永远有效 老两口相见 纵使有千言万语 也都堵在了胸间 只有抽口滑子慢慢诉说了 接下来的这场抽烟戏 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错 在第一季第一集中就出现过 仔细对比 会发现第一季中 两人的脸都落在了暗影之下 相反 金玉伦两人确实处于阳光之下 说明两个人都成功走出了黑暗的过去 接纳全新的自己 当被问到86年行期时 索尔还不忘打趣道 万一表现的好 谁说的准呢 故事的最后 吉米做出之前 金模仿自己开枪吹烟的手势 目送他离开监狱 与此同时 金也不动声色 做出回应的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 本集故事中 其实还出现了三段闪回 第一段是 他和迈克在沙漠取钱 索尔开玩笑说 要把700万美金五五分 要是担心被人发现 就花600万打造一台时间机器 迈克一本正经 听着索尔大开脑洞 可当他被问到 想去哪个时间点时 波澜不清的内心 却有了波动 认真思考后 迈克先是回答 2001年12月8日 是儿子马蒂被杀 和他复仇之间的某一天 但转念一想 迈克又改善了 1984年3月17日 是他第一次 收受贿赂的日子 如果自己一开始 没走上歪路 或许他现在 只是一位普通的退休警察 过着幸福的养老生活 假如能穿越到未来 他想去五年或者十年后 看看一些人过得好不好 能让迈克牵挂的只有家人 这里他说的 应该是指儿媳和小孙女吧 同样的问题 到了索尔嘴里 他想回到1965年5月10日 拿着去掉600万 再和迈克平分后的50万 跟着巴菲特抄底股票 如果能行 现在他就是亿万富翁了 索尔的回答 显然让迈克有些意外 他继续问道 除了钱 难道你没有想改变的事情了吗 索尔避而不谈 主动结束短暂的休息 继续上路 第二段闪回的主角 是索尔和老白 时间线是《绝命读诗》第五季第十五集 老白东窗事发 和索尔一前一后 躲进位于西沉气垫的地下室 在老白面前 索尔再次提到时间机器 一开始老白嗤之以鼻 明明就是想悔恨 非要说什么时间机器 然而冷静过后 老白还是吐露心声 他当然也有悔恨 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当年年轻气盛 一气之下离开灰制公司 抛弃自己一手打造的事业 随后 老白询问索尔的遗憾 他的回答听起来 那是一如既往的不着调 二十二岁表演滑倒时 不小心摔伤膝盖 到现在都没痊愈 那时的索尔还是风流几米 这样的伤情放在旁人身上 还不至于是最大的遗憾 最后一段闪回中 看着弟弟精心照料自己的生活 查克多少有点愧疚 因为他完全可以随便雇一个人 但吉米执意要自己来 并且坚信 换作是他 查克也一定会这么做 看得出来 这时候兄弟俩的关系还算融洽 随后查克问起吉米手上的案子 想提供一些帮助 这让吉米有些尴尬 因为这些案子 恰恰看来 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 查克鼓励他 要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最好的辩护 听到这儿 吉米匆忙结束话题 并且婉拒了查克的帮助 可前两段闪回不同 这里并没有直接出现时间机器这个概念 但细心的人很快发现 放在查克桌子上的这本书 正是时间机器 或许查克早就后悔了 如果说前两段回忆中 吉米的回答是查克打魂 那么他真正最想回到的时间点 可能就是第三段的这一天 查克难得感性一回 如果吉米当时接受了帮助 两人之后的命运也许都会改写 可惜这世界是没有后悔药的 更没有时间机器 每个人都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相应的代价 所谓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索尔 做梦可能都没想到 自己最后会栽在一个老太太手上 虽然他曾经最拿手的 就是搞定老太太 七年六季 风骚律师将高水准保持到了最后一季 也给独师宇宙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在美剧扎堆烂尾的年代 还能有一部寄计风神的神作 真是观众的荣幸 整部剧拍出了巴赫富格般的结构 处处呼应环环相扣 最后依然是两个人一根烟 说它是美剧史上最浪漫的镜头之一 都不过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美剧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剧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